如果有一天,你穿越成了被自己亲手歇死的恶毒女配,该如何保密? A.重新做个好人,狗刀全剧中,在满地都是小绿茶和小白莲的世界里,护住狗头保密 B.独立撮合男女主,提前完成任务,但男主太帅怎么办,确保女主不会变成情敌吗? C.顿角,就是和元叔杀死你的反派大佬,谈一场恋爱,搞笑女,意外穿越成恶女公主,还把反派国师,飙成了男主角,漫画上C才一个多月,就斩获了将其4000多万的人气质,这样的双2CP,你磕了吗? 这个女人刚一睁眼,竟然就看到了付费账截,这些是写光华的腹肌,真的是可以放出来的吗? 说不定,她是在做梦,所以决定趁自己没醒之前,赶紧摸一把,面前的男人大叫着,说肖静瑶,我一定会让你付出代价的,这个名字略显二熟,似乎是她,写过的小说里的名字,女人环顾四周,这股色股香的装修,到底是什么鬼? 她明明上一秒还在马姿,下一秒,就穿成了被自己亲手挟死的恶毒女配,肖静瑶吗? 此时,系统突然冒出,告诉她,她现在正处于小说的开篇,而自己,就是她的系统,智友,肖静瑶一把抓住智友,要她赶紧把自己送回去,她才不要待在这里啊,只有让她先别着急,由于她笔下创造的恶毒女配,肖静瑶公主,有着严重的心理问题,和人格扭曲,导致她原先的世界,出现了80%的怨恨率,严重影响了全球72亿人口的心理健康,还扰弯了小说世界的稳定,为了维护爱与正义,让世界和平,她必须完成,让肖静瑶重新善良做人, 并帮助小说男女主,反而修成正果的任务,才能返回原先的世界,请问是接受任务呢,还是接受任务呢,还是立个狗袋呢,此时,房门突然被打开,她的皇兄,东令国太子肖一则,闯进了她的房间,这任务开始的太快,让她被反应过来,而太子,是来救大将军,预警输的,没错,就是之前被她压在身下的那个,将军将衣服穿好后,狠狠的等了肖静瑶一夜,告别了太子,门一关,太子就头疼的揉着太阳穴,说都怪父皇,把肖静瑶宠得无法 自当有损皇室颜面的事,都做得出来,真是无药可救,下令,把公主关禁闭一个月,没有她的批准,谁也不许把公主放出来,这个女人刚穿越成恶毒公主,就被皇叔关禁闭,锁在房间里,哪都不能去,系统让她欣赏欣赏自己,那交言欲敌的反派脸,问她作为东令国的第一美女,那那就不想体验一下,顶级大美女,养尊处优的生活吗,可孝敬瑶娃的一声就哭了出来,别人做美女要脸,她做美女是要命啊,不过很快还是打起了精神,反正这任务拒 她就觉得要狗带,就不得不接了,她也不会轻易认输的,既然是她亲手,把肖敬瑶的人生写得如此悲惨,那就用她亲手来扭转命运吧,突然,由于肖敬瑶刚才的积极发言,系统成功开启了副本,我本善良,还获得了系统额外的神秘奖励,系统补充,三日后,即将上演男主与锦书,对女主叶青成一件清新的剧情,到时候可要好好把握机会,努力提升男女主的好感度,肖敬瑶轻小,她可是作者诶,这个她可太熟了,作为 这本书的亲马,她一定会把男女主锁得死死的,次日,她叫百家前往运花园,向四号星提醒,她现在可还在禁闭期呢,肖敬瑶直接喝止,说谁敢拦她,她可是公主,再有不知死活的人,她就争了谁,果然,没有人敢反驳她,毕竟肖敬瑶,恶民在外,也是省了不少麻烦,此时,教子却突然停下了,一群卫兵挡在叫前,一位英俊的男子,突然出现,这么俊美的帅脸,让肖敬瑶都不自觉的叫出了一种职务,连她这个作者都不知道,书里竟然还有比男 男主更帅的人物,系统播报,反派boss,东陵国国师,迪连渊上线,反派黑化之当前进度,1%肖敬瑶一愣,怎么会是她,那个小说最后,虐杀了肖敬瑶的变态杀人狂,怎么提前登场了,未来将虐杀自己的变态杀人狂,竟然提前登场了,迪连渊还恭敬的朝肖敬瑶拘了一口,说见过公主殿下,看着面前只手段阴狠,长相邪妹,武功绝世,喜怒无常,性格暴力设定的国师大人,差点把肖敬瑶吓哭了,只 见过国师大人,迪连渊眉头一触,肖敬瑶的小心脏,就咯噔了一下,想思解释,说她应该叫黄叔,可迪连渊在原书中,虽然因公,收封异性王,权力比之前高了一个等级,但这是小说后期才有的内容,现在居然也提前发生了嘛,肖敬瑶赶忙向黄叔道歉,还希望黄叔不要怪嘴,迪连渊饶饶有兴致的看着她,问她是不是很害怕自己,肖敬瑶赶忙摇头否认,迪连渊却吩咐手下,将她今日猎杀得来的狼王,送给公主 还没等肖敬瑶反应,这吓死人的狼头,就出现在了她面前,把她吓得连连后退,而这狼似乎还在动,肖敬瑶定睛一看,这狼王,竟然就直接朝她扑了上来,她还没来得及喊救命,迪连渊就提剑,刺死了狼王,把肖敬瑶直接给吓晕了过去,晚上还擦了擦剑,嘴里说了声无趣,让人转告公主,过两日,她会命人把不好的狼皮送到公主府上,作为陪礼,随后转身,说把那晕倒的公主送去太医署吧,系统在一旁偷� 说帝灵园已经走了,可以不用装了,这时候,肖敬瑶才松了一口气,果然,反派大佬就喜欢刺激又有挑战的东西,只要她装出一副容易受到惊吓的样子,就会对她失去兴趣啊,随后,便命令小丝,不用改道,直接去御花园,而这一切,都被在不远处的帝灵园看见了 肖敬瑶突然到自己疏离的恶多女配身上,为了活命,就必须撮合远处中的男女主,她来到了男女主,毕竟叔和叶青城,即将出自相遇的御花园,左看看右看看,终于找到了工具人,青城贵女,李偏然,李偏然一直以为公主暗恋将军,听说今日将军会路过御花园,于是特意来给公主引路 此时,袁淑女主叶青城,刚好也出现在不远处,侍女赶紧提醒她,看到公主殿下的不脸,要快跪下,叶青城不解,侍女解释,朝中一平以下的官员,见到公主都要跪下行李,更别提他们了 一路上,李偏然在叫边唧里呱啦,奉承着大将军和公主殿下,简直是天生一对,而教外,跪在地下的叶青城,还在心里好奇,她早说听闻静瑶公主是东宁第一美人,倾国倾城,不知道是何的模样呢 萧静瑶查学出教外有动静,往外欲看,这不是她的亲女儿小可爱,叶青城吗,她赶忙走下轿子 而叶青城,因为压不住强烈的好奇心,抬头看了公主,被李偏然发现,呵斥她为贱民,竟敢抬头看公主殿下 市民一白按住叶青城,连连磕头道歉,说是她家小姐听闻公主美若天仙,所以才失了规矩,还望公主殿下恕罪 李偏然问公主,要不就扇着贱民几巴掌,让他们长长记性 萧静瑶却邪眉一笑,说扇巴掌,未免太过无聊,只见她从怀里抽出一把刀,撂旁边的李偏然,去挖了他们的眼睛 李偏然被吓得哆哆嗦嗦,不敢拿刀,萧静瑶却威胁她,说若不愿意,就把她自己的眼睛挖出来替代吧 李偏然只好拿起刀,颤颤颤颤的向叶青城走去,叶青城哭得梨花带雨,而这也正是萧静瑶要的表情 正当李偏然要动手时,男主,大将军玉锦书,救下了叶青城,还温柔的将叶青城扶起,刷骂了叶青城的第一波好感度 这可怕一旁的萧静瑶,克思一批克的甜死了,不过她还有扭转萧静瑶邪恶人设的任务 刚才她受到挖眼,估计又要触发黑画质了,得赶紧补回来才行,玉锦书转身大骂 说又是她这个恶毒的女人,萧静瑶呵斥,说竟敢直呼她的名讳,真是放肆,玉锦书一愣 这女人以前都是任她辱骂,为何今日会这么硬气,萧静瑶捡起地上的刀,靠近玉锦书,用力在她胸膛捅了一下,把灾场众人吓了一大条 萧静瑶却乐呵呵的问,疼吗,玉锦书一看,竟然没有血,难道匕首是假的吗 只见萧静瑶撤回匕首,刀任劲回弹了,说堂堂大将军,连她的玩笑都分不清真假 看来这几年在军营里,都白练了 萧静瑶揣越到了自己疏离的恶毒女配身上,亲手策划了男主,千军于范,英雄救女主的出狱现场 现在男主对女主怎么着,也得有50%的好感度了吧 可系统却告诉她,当前男主与锦书,对女主叶青城的好感度,仅为5% 萧静瑶立马像个泄了气的皮球一样,吐槽这男主,不是对女主一见钟情吗 这好感度也太低了吧,不过她立马又想到了个好点子,要不把地零月弄死算了 省了她整人里端金兽怕,会死翘翘,结果系统直接给了她一张红牌警告 萧静瑶大怒,骂这垃圾系统,整天除了看鞋就是警告,还能干嘛 干脆以后都叫低配垃圾系统得了,系统跑开,现在画画成了一个小正太的模样 让她闭嘴,这萌嘟嘟的小脸蛋,集中了她的小心脏,冲上去就要贴贴抱抱举高高 系统挣扎着说,要是再这样捏她,她就不说,如何避开迪灵渊的虐杀了 萧静瑶将她放下,冷静下来,让她说说看,系统解释,袁书主,地零月是为了至爱的叶青城,才会虐杀萧静瑶的 那只要能阻止地零月,对叶青城产生感情,不就可以避免被虐杀的命运了吗 甚至,可以直接攻略地零月,让其直接爱上她萧静瑶,这样不仅能减少男女主之前的阻碍 还能获得地零月的保家护好,简直一举两得,萧静瑶一脸黑线 袁书主,地零月求而不得,把叶青城求尽在美人台,能管这叫爱吗 这爱的代价太大,她可承受不起,不过要阻止地零月爱上叶青城 她倒是有个好主意,记得袁书主,地零月是让人救了落水的叶青城,才对叶青城一见钟情 按照现在的发展,叶青城落水,就在五天之后 而五天后,萧静瑶便来到了湖边,守住带兔 萧静瑶想要阻止叶青城,因为落水,而被救下她的地零月,爱上的结局 老早便来到了湖边,守住带兔,湖边吵吵闹闹闹的,原来是李平然带着小姐妹,正在找叶青城麻烦 说是上次御将军,为了救叶青城,把她踢开,让她在家足足躺了五日 而叶青城不知羞耻,供应御将军,害得公主这几日闷闷不乐,连他们都不愿意接见了 所以今日,他们定要替公主,好好收拾收拾叶青城这个小贱人 正当几个人开始对叶青城推来推去时,李平然灵机一动,干脆一不做二不休 打算直接把叶青城推下去淹死,说不定公主还会给她赏赐呢 只见她伸手,朝叶青城洗去,小姐妹却突然冲出来,将叶青城护住 可这发展不对啊,她怎么被推到水里了,小四还在岸上着急的大喊 说公主落水了,快来人呐,小姐妹在水里拼命挣扎,可这垃圾系统不但不救人 还说着她要是淹死了,她在现实世界的身体也是会死的 小姐妹绝望的看着水面,心想着,难道她真的要死在这里了吗 突然,一个黑影出现,将水里的她救起,带回了岸上,将她放在地面上 而蒂灵渊看着小姐妹的脸,却不知为何会莫名心慌 就好像身体鲜于心做出了行动,蒂灵渊的手下玄招,在一盘感到奇怪 他们大人一向洁癖严重,不惜与人接触,方才怎会亲自跳入湖中呢 可下一秒,她就看到了更令她震惊的一幕,他们大人竟然主动亲上了公主殿下 小姐妹刚一睁眼,就看到反派大佬,竟然在和她亲亲,吓得她赶忙后退 蒂灵渊一脸一问,系统的通知突然就来了,说鉴于她不会游泳,差点淹死 于是便迫不得已,使用了她当初的神秘奖励 小姐妹无语,说所以那个神秘奖励,就是让蒂灵渊救她一命吗 小姐妹赶忙谢过皇叔,可蒂灵渊却一直盯着她看,把她看得浑身发毛 不过可怕归可怕,蒂灵渊这张脸还是挺好看的 就在她正泛着花痴,扭来扭去的时候,肩带突然落下 蒂灵渊脸一红,一把搂住小姐妹的腰,愣愣地看着她 小姐妹害羞,使劲想要将其推开,却发现面前这人力气好大 还让蒂灵渊贴得更紧了,手指轻浮上她的唇 她敢忙问系统,说蒂灵渊不会是出故障了吧 一个洁癖那么重,最讨厌人触碰的人,现在怎么会这样呢 系统解释,说其实,这才是之前那个神秘奖励的真正内容 就是强行为她开启一条和蒂灵渊的感情线 有了这条感情线,蒂灵渊就会对她一见钟情 见了就想亲,亲了就想摸,摸了就想睡,睡了就想 小姐姚无奈,虽然她是眼控没错 但让她和蒂灵渊组CP,不是嫌她死得不够快吗 而这时,蒂灵渊却亲切地叫了她一声 瑶瑶,还挑逗说,她刚才可是救了瑶瑶的命 只是一句线,恐怕不合适吧 小姐姚慌慌张张,说若是皇叔有什么要求 尽管提,她一定会努力报答皇叔的恩情的 蒂灵渊抬起她的脸,说不如就一声相许吧 萧绩瑶动感情点霹雳,蒂灵渊突然感到一阵头晕目眩 浑身一见后,看见面前的萧敬尧,急忙后退 吩咐下人,送公主上岸,萧绩瑶无语 觉得这家伙是不是有病,忽冷忽热的 好像她占了气便宜似的,系统却突然沉思了一下 想,莫非蒂灵渊能挣脱控制吗 而回到马车上的蒂灵渊,偷偷拉开帘子 看着湖边的萧敬尧,纳闷,她明明上次见到萧敬尧 还只觉得无趣,这一次,却突然心跳加速 她究竟是怎么了呢 想说作者,穿着书中的大反派 想说读者,竟穿着书中的女主角 而女主叶青成,刚一睁眼 男主预警书就出现在了她面前 系统还问她,是否接受供略预警书的任务 这时,叶青成才终于发觉,自己是春书了 如果她没记错的话,女主角最后 可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皇后 这么好的事,傻子才会拒绝 她愉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成功绑定了白莲花系统 预警书对她的好感度,便迅速提升至了30% 想当年,她可是叶青第一妩媚美人 刷好感,别说30% 就算是100%,也不过是分分钟的事 此时,李偏人突然跑到公主身边 向公主磕头赔罪,说她不是故意的 她这都是为了公主啊 萧敬尧冷哼一声,为什么交易性为了她 李偏人只想一旁的叶青成 说都是叶青成那个贱人,她勾引玉将军 害得公主茶饭不死,她实在看不下去 这才想好好教训叶青成一顿 给公主出出气,萧丝在一旁害怕 想着玩了,以公主殿下的性子 既然叶青成肯定死定了 没想到萧敬尧,却直接问叶青成 她做何想法,叶青成较滴滴地叫了预警书一声 玉哥哥,还哭得梨花带雨 说他害怕,预警书果然立马中招 护住叶青成,说他与叶姑娘亲亲白白 没有半分余句,哪来的够矣 哪见萧敬尧竟直接路过他们 说那里偏人推他下水一时 就交给行司隔处理吧 预警书暗起,上一次萧敬尧无视他 他姑且认了,这一次还敢无视他 难道是想用这招引起他的注意吗 于是便立马抓住萧敬尧的手 警告他,说别想用郁琴鼓纵来吸引他的注意 就算萧敬尧他,脱光了站在他面前 他也不会多看一眼的 萧敬尧无语,暗想着到底是哪里来的不幸呢 正当预警书想拉着叶青成走时 萧敬尧却突然开口,说郁将军 似乎有些太得意忘形了吧 又或者,是不懂什么是上下尊卑 这个大僵局,以为公主对他爱搭不理 都是在欲擒故作,吸引他的注意 却当场被公主喝之不懂上下尊卑 张着宠爱,真是任性的有些过分 若是他以后再赶影下饭上 就把他迈到南昌馆去 与警书大骂,问他怎敢说出如此不知羞耻的话 叶青成倒在一旁那了闷 他记得袁书主,萧敬尧不是对与警书爱得死去活来吗 怎么眼前这个,不太一样 而这一切,都被在不远处的蒂灵渊看到了 他也认为,公主确实不太一样了 想到之前,他的右手还触碰过萧敬尧的唇 只见还一息残留着那触感 此时,手下玄招来报 说他已查明,思伯通此时就在城中 只是行踪鬼秘,还没有寻到具体位置 蒂灵渊点点头,突然问玄招 可有喜欢的女孩子 玄招连一红,立马回答当然没有 蒂灵渊却命他,在三日之内,喜欢上一名女子 然后回来告诉她,是如何感受 此日,在公主府的后院,萧敬要一脸愁伤地躺在吊床上 他的皇兄,太子殿下,突然驾到 萧敬要激动地跑上前 结果脚一歪,跌倒在了皇兄怀里 皇兄将他扶起,说他多大了 还这么毛毛躁躁 听说前阵子落了水,身子可还好 萧敬要立马开始装约,说他现在还晕着呢 皇兄无语,说他若是不惦记预警术 何至于把自己弄成这副模样 此时,侍卫突然跑来,有钥匙要禀包 皇兄让他这几日先好好养上 别整什么幼蛾子了 萧敬要站在皇兄身后,气滋滋地想着 他这哥哥明明心里很紧张 偏偏装作一副被人憋赖的模样 真别扭啊 可就在皇兄与侍卫交谈的言语中 萧敬要似乎听到了一句 没找到斯伯通,萧敬要一愣 难道他们说的,就是那个得斯伯通者得天下 的那个斯伯通吗 按照原文发展,预警术就是得到了斯伯通的帮助 他已举灭了萧氏王朝 这么说来,如果预警术找到斯伯通 那他作为萧氏王朝的意愿,不就要叽叽了吗 不过他作为作者,知道斯伯通在哪里 那他只要先找到斯伯通,不就能该写剧情了吗 他想到了一处好地方 萧敬要家男扮女装,带着小太监去逛花楼 老宝顶着后中的汁粉就迎了上来 把萧敬要吓得连连后退 说帮他们准备一间厢房和两个姑娘就好 老宝吩咐小四,把九哥二位公子送上去 而戏通此时,却偷偷拿出一包软骨伞,倒入酒中 他为了撮合萧敬要和蒂灵约,可真是煞费苦心 而在包房内,萧敬要一手搂着一个美人,喝得正欢 小太监差点就以为,公主是不是有什么不良嗜好 而此时,萧敬却突然把这两个美人打孕 吩咐小太监,把他们两个看好,别让任何人进来 而他换好衣服,要出去一趟 诗人都知道,斯伯通是个百岁老者 可只有他知道,斯伯通不过是个年仅十三岁的少年 而花楼这种地方,十三岁的少年,自然不会是个人 他还是打算去后院那些跑堂伙计里找找 就在这时,突然路过两个侍卫 最厉说着秦公子,非要找个天仙来伺候大人 客观里的花魁他都不满意,这该上哪去找啊 可侍卫突然反应过来,眼前这个蒙面的姑娘 看着倒不错,身段也比之前几个好 萧敬立马意识到事态不对,想动手 可却发现,自己怎么浑身使不上力气了呢 难道是,刚刚喝的酒有问题吗 无奈之下,他被这两个侍卫押走 而系统在一旁得意的笑着 在花楼的贵宾包房,地灵渊正看着几个花魁线舞 两个侍卫把萧敬要押了上来 否则是否能入国事大人的法眼呢 萧敬要逛花楼,竟然莫名便当成了禁语 送到了地灵渊面前,侍卫猛的一推 他便跌倒在了地灵渊怀里 二人四目相对,萧敬要感觉不妙 要是被地灵渊发现他的真实身份,可就糟了 正当他七手八脚想要逃时 却被地灵渊快速扣住 让他安分点,萧敬要被压得动弹不得 西里安骂着,明明元书中 地灵渊不惜美色,现在居然变成了好色之徒 等他回到了现实世界 看他不把球马分尸,错骨扬灰 终而被国师,竟主动伸手搂住妓女这一动作 弄得一论纷纷,都不知道这妓女长相如何 居然能把从不妓女色的国师大人 迷成这般模样 京城运萨四都统,秦汁涵 直接问国师大人,克风将那美人的面纱摘下,让他们也欣赏欣赏 而萧敬要看到秦汁涵,吓了一跳 只认为非作胆,手段毒辣 没想到就在这里遇见了 在座的大臣肯定有见过他的 更别提地灵渊和秦汁涵两个反派 要是让他们知道了他就是公主 他以后,还怎么面对他们呢 他可怜巴巴的朝着系统求救 系统却告诉他,他所经历的剧情,都是提前设好的故事线 要是强行修改的话,不仅会让后面的剧情发生错乱 他本人也会有意想不到的生命危险 此时,蒂灵渊突然伸手,靠近萧敬要的面纱 萧敬要紧张,心跳得很快 可蒂灵渊却突然将手收回 说摘面纱就免了 他对女子的相貌,可是极其挑剔的 这时,萧敬要才松了一口气 不过话说回来,蒂灵渊的意思就是他长得丑陋 可现在也不是计较这些的时候 当务之急,是抓紧离开这里 听说蒂灵渊将来厌恶交入造作之人 要是他故意发嗲,往其身上凑 想必便会立刻把他丢出去吧 于是他便眨巴眨巴着大眼睛 对着蒂灵渊说 古是大人,你念头人家了 蒂灵渊盯着他 下一秒,竟直接扶上他的脸 坏坏的说着 是吗,那本作轻点 萧敬立马脸红的快要爆炸 他不理解蒂灵渊 为什么要对着他耳朵说话 被感情先控制的蒂灵渊 原来这么可怕吗 此时,秦敬还突然打到现场的舞蹈 说京城舞集看多了眼眠 不如他请诸位,看点新鲜玩意儿 在花落宴会上 秦志涵既然带来了最近 被满门抄斩的罗大将军的爱女 罗年初 听闻子女倾国倾城 美貌无双 今日,他就想请诸位鉴赏一样 他挑起笼子上的遮罩 罗年初便出现在了众人面前 众人议论纷纷 说他家,不是谋反被抓 男丁抄斩 女卷流放了吗 而且听闻他在流放途中 不认识兵屈辱 跳崖自尽 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萧敬杨一惊 原来是他 原书中 这对悲情复死一批 可是赚了不少读者的眼泪 萧敬杨在蒂灵温怀中扭啊扭 赢得蒂灵温很不悦 竟然靠在他怀中 也不安分 于是便张开嘴 用力吻上了萧敬杨的香肩 众人都愣住了 蒂灵温松开嘴 萧敬杨的内心 舅舅不能平静 他骂着面前这崽子 是疯了吗 刚才啃得那么重 肯定种上草莓了 想他堂堂21世纪伟大青年 居然散发五次 被自己输中的崽子 占便宜 简直太不像话了 秦敬杨清晓 说他在隔壁 还开了一间厢房 要不他俩去试试 蒂灵温一把叫小敬杨抱起 说好 秦敬杨一愣 问蒂灵温来真的 蒂灵温瞪了他一眼 大不流行的抱着每人离开了 秦敬杨愣了一秒 突然开始大笑起来 说好一个蒂灵温 诉了20多年 可算是要开婚了 既然国师大人走了 现在他可是要好好玩玩了 他叫来一群小丝 给在场的每个人 都发了一颗玉珠 这是风月之地 流行的游戏 客人手拿玉珠 朝花娘扔去 花娘可自行躲避 被玉珠撒到一次 便要脱一件衣服 看在座各位 都已经见过 罗姑娘倾国倾城的外在美了 接下来 就是内在美了 萧敬被蒂灵温带来开房 看着面前的大床 他被扔下 蒂灵温紧接着就压了上来 他用力将蒂灵温挡住 又有尔诺诺的声音说 国师大人 请稍等一下嘛 见蒂灵温没有了进一步动作 以为起效果了 没想到 蒂灵温见着肩负上他的唇 直勾勾的看着他 香蕉的世界关碎了 袁书中 那高冷专期的反派角色 现在就要变成了一个好色之徒 他该怎么办呢 此时 蒂灵温已经上手 开始解他的衣裙了 他赶紧握住蒂灵温的手 说他的相貌是真的不好看 若国师大人睡了他 日后肯定会后悔的 蒂灵温轻笑 问是吗 萧姬要点点头 说他就是因为长相实在是辣眼睛 才常年戴着面纱 唯恐吓到贵人 蒂灵温凑得更近了 问难道 还能瞅瞎他不成 萧姬要没办法了 决定拼死一搏 正当他准备用手刀 砍向蒂灵温的脖子时 蒂灵温竟直接倒了下去 萧姬要一惊 难道他手刀的威力 居然可以隔空屁人了吗 他突然瞄到一旁的系统 手里竟拿着个一百万吨的大棒锤 突然就明白了 赶紧摇晃着蒂灵温 看看死没死 系统解释 蒂灵温肯定没事 你硬着呢 他手里这个可不是普通的棒锤 而是让你硬硬硬硬 被砸后 并多昏迷半个时辰 不会造成什么实质性的伤害的 可萧姬要却突然尖叫了起来 说蒂灵温他没呼吸了 蒂灵温被系统的一百万吨大锤 砸了一下 竟然断气了 系统紧张 说他这可是让你硬硬硬硬 并多昏迷半个时辰 怎么可能真的砸死人呢 萧姬要在一旁笑得合不拢嘴 说他只是开了个玩笑 系统居然当真了 系统大怒 要给他扣十分 等分数归零 他也会跟着狗带 看他笑不笑的出来 而且他要再在这叽叽歪歪 反派大佬可真要醒了 萧姬要反应过来 他得趁现在赶紧走 可如今他穿着花娘的衣服 万一出去又被人抢先拉走 就糟了 还是换身打扮稳妥协 可当他打开衣柜一看 这衣服也都忒上布料了吧 根本穿不出去啊 他主要又瞄上了 地灵渊身上的衣服 这不就是现成的男装吗 于是他灵机一动 靠近地灵渊 解开其衣服 露出了地灵渊的八块腹肌 萧姬要想着 这不摸一把 他岂不是亏大了吗 于是便直接上手 这胸肌的手感真好 又软又弹 还有这脸 弄得连毛孔都看不到 不知道平时都是怎么保养的 简直太好拉了 系统打断他的动作 提醒他 还有十分钟 地灵渊就醒了 再不把衣服扒了 等会就是地灵渊 扒他的皮了 萧姬要赶忙扯下地灵渊的衣服 一只风卷裁云后 终于变状完成 虽说这衣服 搭了点 不过穿成这样出去 肯定没人怀疑 只要他避开正门就行了 可正当萧姬要 刚翻窗出来的时候 一个小男孩却撞上了他 萧姬要定睛一看 这男孩手上 竟带着一串 双鱼手串 他立马辨认出 眼前这个小男孩 就是斯伯通 因为双鱼手串 是斯伯通母亲的遗物 斯伯通从不立神 没想到他找了半天 竟在这里遇上了 不过眼下情形紧急 不方便把斯伯通带回去 还是等过几日再说吧 地灵渊第一次和姑娘开房 居然被人家偷了衣服 引得秦池涵笑得合不拢嘴 然后被地灵渊直接赏了个桃子 秦池涵问 要不要他把那个不知死活的女人揪出来 好好收拾一顿 地灵渊却说不必了 秦池涵一愣 问地灵渊是认真的吗 那女人把他敲晕了不说 还怕他衣服 他就这么算了 该不会是对那女人上心了吧 还没等地灵渊回答 下一秒 他就立刻喷出了嘴里的茶水 这么多年了 地灵渊还这么喜欢吃甜的 可怕他溺死了 他要回去输出口 选招前来 对地灵渊束发 地灵渊心里觉得这事有意思的很 汤汤公主 假扮蒙面妓女 被送到她面前 居然还能完好无损的离开 他立刻吩咐宣招 去好好查查萧静渊 他真是好奇 一个纯笨无脑的公主 忽然变聪明了 而此时 在公主的寝殿 萧静渊正到处翻罩着 自己的钱袋和玉佩 他记得在地灵渊房间换衣服的时候 还特意拿了 怎么突然之间又没了呢 除非 是当初撞到他的四伯通拿走了吗 萧静渊大怒 他本想让那四伯通 再逍遥两天 挂后院离树上 此时 系统正在一旁吐槽糕点不好吃 还是东宫的雏娘 做得最好 可惜萧静渊他 和太子妃关系僵硬 害得他也吃不着好吃的了 萧静渊细想 原书中 除了东丽皇帝 就只有太子和太子妃 真心待萧静渊 如今他穿书过来 自然不能和这些真正关心他的人离行 于是便摸了摸今日 真心仿刚送来的好衣裳 吩咐小太监 说他明月睡太王太子妃时 把这件衣服带着 随他一同前去 这个太子妃可真是太难了 虽然因为替太子挡了一刀 坐上了太子妃之位 这再也无法生育了 于夫人因为嫉妒她的地位 还专门当着众嫔妃的面 给她送了一尊 骑山寺的宋子观音像 太子妃的婢女看不下去 正想要说点什么 却被太子妃拦住 还谢过了于夫人 此时 公主殿下突然驾到 萧静渊们跪摆 于夫人趴在地上心想 这个杀人不眨眼的女魔头 怎么来了 难不成是来搅局的吗 那件萧静渊 竟直接给太子妃行了个礼 说见过黄嫂 品妃们吃了一惊 这还是以前那个 嚣张把握的静渊公主吗 太子妃也吃了一惊 往日里都是直呼她名字的 进一去喊她黄嫂 小太监把公主给太子妃 准备的礼物呈上 还请太子妃笑呢 品妃们小声嘀咕 说那件衣服绣工天成 肯定是真绣坊的真品 公主和太子妃的关系 不是不好吗 怎么会送如此贵重的礼物呢 萧静笑着对太子妃说 这衣服是她给黄嫂的赔礼 以前是她不懂事 多有得罪 还请黄嫂见谅 太子妃明白了 原来公主今日 是想和她重归于好啊 于是便赶忙谢过公主 还说公主一向洒脱滋意 她怎么会生气呢 萧静摇悔 说黄嫂才是 心善不和她计较 她却也不能把黄嫂的心善 当成理所当然 否则岂不成了狼心狗妃之人 说吧 便看向了一旁的余夫人 听说余夫人 刚才送了太子妃一尊 齐山寺的宋子观衣像 她摸着 这有些粗糙呢 余夫人没说话 毕竟齐山寺的玉 向来真贵 她那点俸禄 如何能买得起真玉呢 见余夫人没有回应 萧静摇哐档一声 就把之前那尊宋子观衣像 砸在她面前 说她竟敢拿假货 蒙骗太子妃 有几个脑袋够砍 余夫人连连求饶 还向太子妃磕头 求太子妃恕罪 太子妃盲白手 说她们都身在东宫 领衣互相扶持 怎么会怪她呢 萧静摇无语 看太子妃这软脾气 以后肯定还会被其他侧氏欺负 也都怪她 当初把太子妃的人设 写得太圣木了 于是 她便在场上大喝 说黄嫂夸好仁慈 这才不跟她们计较 但她的眼里 却揉不得沙子 若是再有人 但该引下犯上 她定不侵扰 此时 小太监偷偷跑过来 告诉公主 说暗卫 已经抓住花楼 撞到她的小丝了 萧静摇清晓 告别了太子妃 还说以后若公主 还有不长眼的人 冲撞黄嫂 就告诉她 她来收拾那些家伙 太子妃引上来 握住萧静摇的手 说公主已经帮了她这么多 她哪里敢劳烦公主 往后公主若是无事 便常来东宫做做 萧静摇点点头 说知道了 传闻中 那个得四伯通 者得天下的那个四伯通 竟然是面前这个小男孩 还做出了精明狗盗之事 不知悔改 就是不知道 若是让她那位老管家发现 给其吃兵的钱 是她偷赖的 会做何感想呢 四伯通大叫起来 说不要告诉老管家 她男子汉大丈夫 一人做事一人当 是她偷了钱 要杀要寡 齐定尊便 别把不相干的人扯进来 小姐要大小 说她要一个十来岁的 矛头小子的命做事 不过她倒是缺一个刷公筒的 于是便吩咐下去 把面前这矛头小子 在门口离书上挂一夜 从明天起 给她刷三年公筒 一次抵罪 四伯通感觉自己被羞辱了 可紧接着 小姐要又说 把她那老管家 也接到府中来吧 这诺大的公主府 也不劝她老人 一碗汤药 四伯通一愣 要罚她的是公主 要帮她照顾管家的 也是公主 这女人到底在想什么呢 小姐要来到院内 系统突然问 说她明明知道 得四伯通者得天下 为何不将四伯通 一辈子都困在公主府呢 万一她任务失败 说不定还能靠四伯通保密 那小姐要却不屑 说万一任务失败了 四伯通的计谋 还能凌驾于系统之上吗 再说了 她本来就只是想阻止 四伯通和御锦书碰面 三年够了 就算她是作者 也不能强制干预角色的选择啊 突然 系统声音响起 说她已经成功通过任务 我本善良的初级考验 接下来 将开启未知剧情 小姐要无语 为什么叫通过初级考验 还有未知剧情 又是什么东西 感情刚才是在给她挖坑吗 此时 小太监突然来报 说东宫的于夫人 从太子妃宴会回去没多久 就被人发现死在了后花园边上 听说死状极惨 肚子都被掏空了 现在宫中已经有了谣言 说是太子妃记录于夫人能生育 这才害死了于夫人 小姐要一惊 她写的原书中 可没有这死人的剧情啊 难道这就是刚才 系统说的未知剧情吗 听说左翼 于夫人惨死 肚子都被人掏空了 于是小姐要深夜特意来停尸房 经她检查 于夫人果然负重脏气俱全 唯独少了子宫 全身也没有其他伤口和中毒的痕迹 只是这于夫人 到底是怎么死的呢 此时 系统赶忙提醒她 巡逻的人马上叫过来了 小姐要躲避巡逻的官兵 借着自己轻巧的身形 在屋顶上快速移动 突然 系统好像发现了什么稀奇东西 原来是灵犬 听说这不仅可以提升内力 还能美容养颜呢 只是没想到这么好的东西 皇宫里居然有 小姐要如过至宝 想着来都来了 要不就试试看 正当那即将走入灵犬时 突然发觉好像有人 只见一个身材极好的男子 从水中窜出 把小姐要迷得不要不要的 可又仔细一看 这不是地灵渊吗 她的小心脏突然猛的一跳 真是恶利托佛 罪过罪过 她居然大半夜在这里 偷看地灵渊泡温泉 真是疯了 地灵渊此时已经上岸 她的手下玄召 给她拿来衣服 看着面前政府 邪魅反派国师 和忠权侍卫的画面 简直不要太好客 而地灵渊 似乎发现了什么 迅速甩出一根尖刺 正中小姐要躲藏的方向 尖刺从她脸边划过 击中了一条 几将向她袭来的毒蛇 把她吓得连连后退 地灵渊伸手想要碰她 她却以为其 是想要杀自己 赶忙一脚踢向地灵渊 却被地灵渊轻松避开 地灵渊出手 撕去了小姐要的面纱 还支住她的手 问她好玩吗 小姐要无意间走入灵泉 却被地灵渊抓住了 地灵渊看着面前 小姐要的脸 不知为何 就忍不住向她靠近 还有她身上的气味 明明十年前 就已经丧失了嗅觉和味觉 偏偏却能够感受到她的香气 小姐要被地灵渊这样弄的 很不是滋味 问皇叔能不能松开她 可地灵渊却摸上她的唇 问她为何三更半夜 来新府上 地灵渊细想 面前这个女人 三番五次接近自己 并定图摸不轨 就算看见她 自己会有莫名的冲动 也绝不能让她活着离开这里 看地灵渊这样子 怕是小姐摇近天 若是给不出一个合理的理由 地灵渊真的会杀了她的 可她该怎么说啊 说是路过吗 地灵渊肯定不会相信呀 事到如今 也只有那一个法子了 她立马装得一脸娇羞 问皇叔 真的不知道她这么做 是为了什么吗 地灵渊一愣 叫小姐要放开 说不止 小姐要暗起 她话都说到这份上了 还说不止 难道是木头吗 既然横竖都是死 她还不如做个疯流鬼 痛痛快快的死 于是便一把 拽住地灵渊的衣礼 用力吻了上去 没想到 地灵渊却猛的将她推开 害她跌落水中 地灵渊嫌弃的 擦了擦唇上的血渍 扭头 让神招送公主回去 看地灵渊这反应 小姐要也很生气啊 好歹她二八年华 美貌无双 地灵渊至于 脸被猪肯了的表情嘛 她有吐槽系统 说这感情线 不会是假的吧 她就亲了地灵渊一下 不至于把她推动水吧 系统感冒否认 说感情线怎么会有假 但这条感情线 是强加的 反派大佬对她 只有身体上的冲动 但内心并没有真正接受 目前地灵渊对她的好感度 已经占为零 恐怕已经突破 那条强加的感情线了 小姐要偷偷看了 眼身后的地灵渊 暗想着 看来她以后 都得绕着走了 而地灵渊看着 小姐要的背影 也暗暗想着 她到底是谁 于夫人平白无故惨死 被人掏了子宫 所有人都在怀疑 是不能生育的太子妃干的 小姐要今日 且来安慰她 此时 婢女却起来禀报 说她又身边的李某某 突然带着位道长过来了 而这李某某 还挺嚣张 让婢女们都让开 说谁要敢拦着道长 这是对太后她老人家不尽 太子妃尴尬的 对小姐要笑了笑 说她去去就来 小姐要细想着 李某某和道长的出现 看来是出发了 太子妃被污蔑下骨 害死于夫人 等那段剧情了 既然有上帝视角 让她不去虐一虐这两个 欺负太子妃的小罗罗 岂不是太可惜了 而在房外 太子妃正在质问 说某某的意思 是她送花给于夫人 却在花里下骨 张影邪碎 害死了于夫人们 李某某乍着一副笑脸 说她也是为了后宫的安危着想 此时 公主突然出现 李某某一看 这不是那个草包公主吗 听说公主与太子妃的关系不合 今日怎么会出现在这里呢 不过公主 向来听太后娘娘的话 想必也翻不出什么浪来 让人给公主殿下鞠躬 李某某说 太后娘娘话重金 请来了崇祯道长 为东宫去除邪碎 却被太子妃拦在了门口 拿向公主 竟直接走向太子妃 说这可是黄嫂的不对了 若是这邪碎 冲撞了嫂嫂 那可如何是好 太子妃面露难色 小姐要却富耳 让太子妃相信她一次 于是太子妃 便放二人入了东宫 道长在房内摆出一副驱邪的架势 想趁着公主和太子妃不注意 赶紧找花 只要她能污蔑太子妃 用奇花养鞋碎 往后她的荣华富贵就不用愁了 可她定睛一看 却发现房内空荡荡的 甚至连根草叶子都没有 系统在一旁清晓 抱着偷偷藏起来的花 现在该轮到她上场了 她打了一个响指 所有门窗便立刻关上 把道长吓了一跳 突然 一只手轻轻搭上她的肩 用颤抖的语气说着 她死的 好 好惨哪 屋子便传来了道长的尖叫声 李默默不愿 她骂着那个蠢道士 拿盆花也这么慢 此时 玉锦叔将军也过来了 她还在心中不爽 想着萧静尧 用借口抓人 找她前来 肯定又是想接近自己 真是本性难以 让人恶心 没想到 道长突然从屋内冲了出来 玉锦叔定睛一看 说这不是假大财吗 玉锦斯抓了半个月 没想到就回到宫里来了 于是便立马将其擒住 李默默在一旁正经 说她不是崇祯道长吗 什么假大财 李默默想要陷害太子妃 于是特意找来崇祯道长 打算污蔑太子妃 偷偷养邪碎 没想到 却被穿越过来的作者 萧静尧 叫了局 还让系统假扮女鬼 吓那道长 被萧静尧特意叫来的 玉锦叔将决 看破了道长的身份 说这道长 不就是玉锦斯 正在抓的江湖骗子 假大财吗 而这假大财 可被吓得不轻 还没等人多问呢 就全招了 说都是李默默 让她污蔑太子妃的 李默默狡辩 说她在胡说 肯定是被那邪碎 蛊惑得胡言乱语了的 萧静尧一脸不怀好意的笑着 说即使有人指认 便也该好好查查 李默默一惊 立刻跪下求饶 说她是冤枉的呀 她今日 可是奉太后之名前来的 萧静尧继续质问她 说李默默堂而皇之 但外男闯入太子妃请宫 这也是奉了太后之名嘛 李默默自觉理亏 不敢说话 于是萧静尧便吩咐玉将军 将李默默一并带回玉锦寺 秉宫处理 而玉锦叔 却对萧静尧这幅说辞 很是不悦 就像是在怀疑她 会因为太后 而对李默默寻思王法一样 但眼前这人毕竟是公主 尽管她再不满 也不好再多说些什么 但玉锦叔走后 小太监突然提醒萧静尧 说玉将军好像生气了 哪想萧静尧 却完全不理会 系统问她 说玉锦叔可是她笔下的男主呀 萧静尧却回道 说男主又怎么了 在她这里 就是一想爱晚期的自大狂 长得还被某个反派大老帅呢 还以为她会像原书中 那个愚蠢的萧静尧一样 天天念着玉锦叔嘛 萧静尧起家回宫 临走前 太子妃还送了她一个小礼物 这是太子妃家乡特有的一男司 代表忠贞不渝的爱情 若是萧静尧能遇到心爱之人 便可以此相赠 可萧静尧 哪来的心爱之人呀 她根本就不是这里的人 又怎么会在这里找到心爱之人呢 此时 身后突然有人叫她 原来是蒂灵渊 特意来邀请她 去行刺隔一许 萧静尧害怕 不知道什么事 非要去牢房一许呀 蒂灵渊该不会是想要暗杀她吧 蒂灵渊竟然约萧静尧来大牢酗酒 而且酗的 还是面前这个女人 萧静尧定心一看 自然不是之前对她落水的李偏然吗 蒂灵渊突然复耳 对萧静尧说 她听说公主 喜欢自己惩罚那些不听话的 所以她特意把这个留给公主 请问公主 想用什么心呢 编刑 脚刑 又或者是 真心 李偏然突然开始挣扎 但嘴里 只能发出乌烟烟烟的声音 萧静尧大急 李偏然的舌头 既然没了 蒂灵渊轻笑 说她曾听问公主 不惜吵闹 所以她特意命人 割了李偏然的舌头 萧静尧被吓得冷汗直流 系统在一旁提醒她 说她现在 必须顺着蒂灵渊的心意 回答蒂灵渊 才能活下去 可萧静尧不敢 她迈不过心里那道坎 她难道真的 要为了自己活命 而牺牲一个最不至死的人吗 见萧静尧只是没有回答 蒂灵渊便拉着萧静尧的手腕 带她去看点别的 人来到一处高台 下面 是一群嗷嗷待不得恶狼群 蒂灵渊突然贴近萧静尧 问她觉得这里怎么样 实则 也是在逼萧静尧 督出真面目 一旁突然传来呜呜咽咽咽的声音 是为竟将李偏然压了过来 萧静尧紧张的问 是要把李偏然就这样丢下去吗 蒂灵渊点头 是一事为动手 李偏然拼命挣扎 嘴里不停好叫 像极了呢 吹死挣扎的带在高压 萧静尧浑身止不住的颤抖 而蒂灵渊 看着她这副软弱的模样 顿时就觉得没了意思 倒还不如以前的萧静尧呢 正当她转身 准备走时 萧静尧突然一把抓住她 大叫着 说够了 蒂灵渊用极其残忍的手段 恐吓逼迫萧静尧 露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但看着萧静尧 这次次发抖的软弱模样 却又让她觉得很无趣 倒还不如以前的萧静尧呢 正当她准备走时 萧静尧却突然拉住她 大叫着 说够了 蒂灵渊细血的问 这就是她全部的胆量吗 系统雷克在她身边提醒 问她是疯了吗 这可是反派大唠呀 萧静尧大喝倒 说闭嘴 蒂灵渊眉头一跳 问萧静尧 既然是想让她闭嘴吗 萧静尧说没错 这倒让蒂灵渊起了兴趣 她圣平第一次见到 有人单敢这样和她对吼 甚是有趣 萧静尧开始步步紧逼 质问蒂灵渊 说黄叔带她来这里 不就是想要试探她的身份吗 怎么 怕萧静尧不滥杀无辜 就不是萧静尧了吗 还是因为她上次 强吻了黄叔 黄叔心中不快 想报复回来 系统在一旁着急 因为现在蒂灵渊 对她的好感度 已经降到负识了 再降下去 怕是要凉凉了 可萧静尧还在继续说 若是黄叔觉得被她玷污了 那她再次保证 以后绝不会再对黄叔 极不该有的心思 而此时 蒂灵渊却突然伸手 抬起萧静尧的脸 说她这张嘴 既然从附屋时 瞬间升到了正屋时 系统的声音在萧静尧耳边响起 说恭喜她成功过关 解锁新张解 并获得技能卡一掌 这发展 把萧静尧弄得 真是一头雾水 还有这蒂灵渊 忽然靠她这么近干嘛 直接下一秒 蒂灵渊便直接吻伤了她 她尝试后退 却被蒂灵渊控得死死的 而蒂灵渊 竟还惩罚似的 咬伤了萧静尧的嘴唇 还夸她味道不错 萧静尧气得眼泪都流出来了 还有鼻血 蒂灵渊提醒她 萧静尧赶忙擦了擦 可当她 看到手上的血时 萧静才猛的回想起来 她晕血啊 于是便当场晕了过去 蒂灵渊赶忙将她抱住 还轻唤了她一声 摇摇 萧静尧竟还因为流鼻血 而晕血晕倒在了蒂灵渊怀里 蒂灵渊将她送回公主府后 还特意差人 送去了珍贵的江南恶娇 说是让萧静尧 多进进步 好养气血 可萧静尧现在 一听到蒂灵渊的名字 就来气 她昨日 可是被闻到流鼻血 还晕了过去 这要是传出去 她的名声往哪歌啊 随后突然又问系统 说昨日那过关成功 是怎么回事 系统解释 说这个是 静尧公主善良副本 对她的考核 主要是看她会不为了自己活命 而是还追不知死的李偏然 现在她不仅过关了 还获得了一张技能卡呢 而且 这蒂灵渊 哪怕是放到现实世界里 也算是个金鱼系总裁 她也不吃亏 孝静尧吐槽道 说这哪里是金鱼系 分明就是地狱系好吧 就那杀人不眨眼的性子 放在现实世界 也是妥妥要蹲大牢的节奏 此时 系统提示音又响起 新剧情任务 惩治沈汪财 贪污社会的任务开始 孝静尧抱怨 说她刚过关 就又要做任务 打工人都没有休息时间的嘛 系统在一旁吐槽 说谁让孝静尧 之前做了那么多年 而她又穿成了孝静尧呢 画面一转 被迫一夜的孝静尧 就女扮男装 来到了军营 小太监还以为 孝静尧是来看望玉将军的 而此时 一名武将拦住了他们的去路 小太监拿出公主的令牌 给武将查看 但这武将 却不信服这要牌 还大骂着 说什么狗屁公主 不学无术 还非要插手军物 把她那什么闺蜜的哥哥 沈旺财 提拔到无垠统领的位置 一粒老鼠屎 坏了一锅粥 他们东邻国 就是被这些人搞坏的 小太监紧张 这武将当着公主的面骂公主 她是完了 那间萧静尧 既没有发怒或呵斥 而是上千万武将 说起如此辱骂公主 就不怕她跟公主告状吗 武将并没有对这威胁 感到畏惧 还说她巴不得呢 就算见到公主 她也是这个态度 萧静尧轻小 看起既然这么硬气 那她也只好满足这武将了 作为一个作者 竟穿越到自己的书中 成为了一个顶级打工人 刚死里逃生 做完第一个任务 结果屁股还没捂热 就要去做下一个任务 这次萧静女扮男装 化作一个公子阁 要去惩治贪官 沈旺财 没想到刚到居民门口 就被一个武将拦下 还气势汹汹的 在公主面前骂公主 萧静尧从上帝视角里 可以得知 这个武将 名叫宋裴律 是个欲不得志的人 空有报国之才 却无用武之地 最后还被沈旺财陷害 无把分尸而死 这也怪不得 他那么记恨沈旺财呢 宋裴律还不解气 让孝静尧看看 踏着面黄肌兽的士兵 看看这落后磨损的兵器甲衣 再看看那新兵侧里 被划掉的达官贵人的姓名 破口大骂 说那天皇贵宙是人 他的兵就不是人了吗 那沈旺财 仗旧竟要公主撑腰 他莫军饷 违反军纪 若真能查出沈旺财 他心甘情愿 叫公子一声老大 萧娇意味深长的笑了笑 让宋裴律带路 刚到军运前 就听到营内 传来女人娇羞的声音 光明正大带风尘女人来军营 沈旺财的胆子也是真大 萧娇上前一搏 在营外大喊着 说成被萧甲 有事件沈统领 得到营内的回应后 他们便看到了 那肉多多的沈统领 正拢着一个漂亮美人 问他们什么是成被萧甲 萧娇亮出自己的公主令牌 可沈旺财却完全没懂 这令牌的含义 严厉只看到了金子 于是便一把抢过令牌 蹭着这一大块金子 喜欢的不得了 亲亲大好的沈旺财 让公子报上佳人的姓名 他这就让人 在宪兵策上除名 萧姬要开口 说出了他哥哥 宫灵国武皇子 萧宗成的名字 沈旺财还是没听明白 就按去把宪兵名策拿来 但宋裴律可是听明白了 面前着公子 但干支护武皇子的名字 怕是只有金耀公主本人了吧 沈旺财说他与公主殿下关系深切 可是真的吗 沈旺财一口咬定 还说他与公主的关系不止深切 那是相当亲密呢 此时士兵也已经将西边名策拿来了 沈旺财赶紧让他找找萧宗成的名字 可这士兵一听到这名字就慌了 哆哆嗦嗦的问神统领 说这可是武皇子的大名 叫他如何照雅 沈旺财大惊 士兵立马跪倒在了萧敬瑶面前 说参见公主 沈旺财还不信 毕竟公主从来不会来军营的 还说肯定是他俩串通好 来骗他的 这个小胖子已经飘了 一直以来仗着有金耀公主撑腰 太末君想违反君记 没想到这次 却连金耀公主本人站在他面前 他都没认出来 直到看到手上那金耀公主的令牌 才猛然惊醒 跪地求饶 直接消极要缓缓坐下 明昂怪气的说着自己出来乍到 不好直接插手军物 还让宋培律给他礼礼 这太末君想违反君记 污蔑皇室的罪名 该如何处罚 宋培律回到 说这一句东名律令 因彻其官职 要若大理寺听后发落 沈汪才听后 害怕的浑身发抖 那大理寺 可是个有进无出的地方啊 于是便开始对肖金耀打感情牌 说他可是素素的亲哥哥 要是公主抓了他 素素可是会生气的 拿想肖金耀根本不吃这一套 还下令让大理寺言查此事 以后所有暗奏 都要给他过目 但沈汪才被押走后 肖金耀的目光 就转移到了宋培律身上 他渐兮兮的走进宋培律 问起是否还记得 之前所许下的承诺 宋培律突然反应过来 他当时在军营门口 还心事淡淡的在公主面前 说我能查出沈汪才 他就心甘情愿 叫起一声老大 宋培律小心的置物了一声 老大 肖金耀还在装作没听清 宋培律只好 扭捏的放下面子 大喊了一声 老大 肖金耀乐极了 这四悬五入 他也算多了个小弟呀 皇帝听说自己的宝贝女儿 金耀公主 亲自惩治了贪官污吏神旺财 高兴得不得了 还特意召见了他 而在元书中 萧娇形势荒唐 把皇帝都气度学了好几次 既然这次 他顶替萧娇的身份 也决定替原主 好好维护这份亲情 萧娇礼貌的给皇帝请安 可面前这皇帝 争气鼓鼓 为自己的宝贝女儿 都不怎么来看自己 而生着闷气呢 萧娇一把晚上父亲的胳膊 撒起了娇 皇帝拿他没办法 谁叫自己从小到大 就吃宝贝女儿这一套呢 此时 皇帝突然起身 让萧娇陪自己下盘棋 按老规矩 让他三子 萧娇自信满满的印下 想当年 还在现实世界的时候 他可是在棋义大赛上得过奖呢 难道还会下不过他笔下的角色吗 可就真下不过 这皇帝笔下的技术 果然不是盖的 系统好奇 问他在现实世界 到底拿的是什么奖 萧娇只好老老实实的回答 说是中小学生 骑大赛个人组 参与奖 皇帝还补了一刀 说他都让静瑶这么多次了 怎么还能输成这样呢 萧娇立马被撂卷子要走 皇帝又赶忙将女儿拦住 说他还没尽兴呢 再陪他下两局 想玩静瑶要什么都行 萧娇不会好意的回过头 立马只向房内 最名贵的那套紫玉琉璃杯 说他叫这个 不给他 他就走了 皇帝没办法 只好宠溺的摸了摸女儿的头 答应了他 第四局 起局开始 萧娇看着面前的棋盘 正名思苦想 突然 一只手从他背后伸出 说下这里 萧娇回头一看 这不是反派大佬吗 皇帝见到蒂灵渊 还很开心 照顾他坐下 替静瑶下完这局棋吧 蒂灵渊遵迷 可这未免靠得太近了吧 蒂灵渊让萧静瑶看好 而这一步棋 这瞬间扭转了烈时 让萧静瑶也不觉惊叹 蒂灵渊突然贴近萧静瑶的脸 问瑶瑶想赢吗 下棋就下棋 可在自己未来老渣儿面前 贴得这么紧 是做什么呢 蒂灵渊让萧静瑶看好 而这一步棋 这瞬间扭转了烈时 让萧静瑶也不觉惊叹 蒂灵渊贴近萧静瑶的脸 问瑶瑶想赢吗 拜托 能不能不要用这张完美的脸对着他 不要用这低沉雌性的声音对着他 他会被迷惑的 只见他红着脸 避开蒂灵渊的目光 害羞的说不出话 可看着自己的父亲 皇帝陛下 这抓耳挠塞的样子 想必这局要是输了 肯定会很伤心吧 蒂灵渊察觉了萧静瑶的心思 便依他所愿 向皇帝主动认输 皇帝顿是高兴的不得了 这可是他第一次 赢了蒂灵渊这孝子 他要去将这局棋 裱起来 挂在御书房内 萧静瑶无语 不就赢了一局棋吗 这是这么夸张吗 不过等等 皇帝走了 那这里 既不是只剩下他和蒂灵渊了吗 不妙 萧静瑶立马起身想要告退 却不小心踩住了自己的一群 滴落在蒂灵渊怀里 空气瞬间安静 果然 他一遇到这个反派大佬 就没运缠身 平地居然都能甩 太丢人了 萧静瑶赶忙向蒂灵渊道歉 又再次起身 却又莫名倒在蒂灵渊怀里 而这一次 他居然都站不起来了 系统在一旁得意 说是他给萧静瑶贴了一张重重服 只要萧静瑶保持姿势 像这样多贴一会儿 说不定反派大佬的好感度 能一下窜到百分百呢 萧静瑶在蒂灵渊怀里 轻声警告系统 让他三秒内 把这个破服撕下来 否则今天回去 就把他头打歪 拍在墙上 抠都抠不下来 而系统却装作没听到似的 飘走 此时 蒂灵渊突然复耳 问瑶瑶 还要这样抱他多久 萧静瑶竟被系统贴了重重服 扒在蒂灵渊怀里 动弹不得 蒂灵渊还问瑶瑶 要这样抱他多久 可萧静瑶也想起来 就是做不到啊 只好随便找了个理由 说自己的腰 好像抽筋了 借口真烂 而蒂灵渊 惊一把 将萧静瑶单手抱起 拜托 这姿势 哪有人这样抱女孩子的呀 不愧是反派大佬 蒂灵渊将萧静瑶抱到店外 小太监看到这幅画面 吓了一跳 心想难道公主 现在喜欢国师大人这一类型吗 南玉将军 怎么办 蒂灵渊问小太监 说公主 没成不撵过来吗 小太监回话 说公主 认为走路对身体好 并没有成不撵 随后 蒂灵渊进直接 将萧静瑶抬起 敷衍瑶瑶 要和他同教嘛 而此时 郁锦瑶刚好路过 蒂灵渊立马提高戒备 他曾听闻 萧静瑶及其爱慕郁锦瑶将军 还曾对郁锦瑶下药 一出涂抹不轨 变向怀中的人 抱得更紧了 萧静瑶被掐得有些疼 说国师大人能否轻点 蒂灵渊却叫他叫皇叔 萧静瑶一愣 蒂灵渊说 他喜欢瑶瑶叫他皇叔 明白了吗 而玉锦瑶 看着面前蒂灵渊和萧静瑶 这裸裸包包的场景 心中一阵不悦 怪不得萧静瑶这女人 紧急着对他冷淡至极 连去了军营 都没来看他 原来是看上了国师 果然是个水性洋花的女人 郁锦瑶超人行李 而蒂灵渊却直接掠过了他 说了句 去公主府 现男友偶遇前男友吃醋 让萧静瑶不自觉的挪了挪身子 蒂灵渊突然问 瑶瑶是否对于将军心存旧情 萧静瑶一愣 哆哆嗦嗦嗦的回道 说自己过去 确实对于将军有好感 但如今也知道 强扭的瓜不甜 已经放弃了 蒂灵渊突然伸手 扶起萧静瑶的脸 仔细端详着 问那天在花楼的人 就是瑶瑶 对吗 萧静瑶被吓得冷汗直流 若蒂灵渊知道是她 那她扒了蒂灵渊衣服一时 不就暴露了吗 不对 蒂灵渊现在即使问她 想必没有证据 只要她死不承认 没想到 蒂灵渊下一句就说 不要试图欺骗她 她多的是办法 让瑶瑶说真话 对 没错 是她 萧静被吓得乖小懂事的承认了 蒂灵渊突然伸手 去拉萧静瑶的衣服 说瑶瑶上次 可是扒了她的衣服 骂她 是不是该逃回来呢 萧静敢模糊住自己的小山板 解释说 国师大人 其实那天是叫黄叔 好的国师大人 而不黄叔 那天她实在是 你叫什么名字 萧静一愣 不明白蒂灵渊这话是什么意思 回到她 当然是叫萧静瑶呀 可蒂灵渊却说不是 她虽不知为何 之前能有两个长相一模一样的人 但她肯定 瑶瑶不是萧静瑶 半年前 瑶瑶曾送给她白狐示好 可还记得 萧静瑶一愣 在袁术中的半年前 萧静瑶都没遇见郁锦叔呢 怎么会送白狐给蒂灵渊呢 不过说起来 在两千多张的时候 萧静瑶确实 为了让郁锦叔吃醋 故意对蒂灵渊 表现出一见钟情的样子 还特意将历来的白狐 送给蒂灵渊 可这 到底是什么垃圾任务呀 把她袁书织起 改得颠三倒四的 蒂灵渊缠起她的发丝 问她难道 还未想起吗 明明半年前的她 愚钝蠢笨 无脑弱智 自大狂妄 摆下了这张脸 可现在的她 一反当初 变得聪慧又机灵 若没猜错的话 她之前去花楼 其实是为了找四伯通吧 虽然不知她那里 是何人 但这副壳字 确实是儒家包裹的萧静瑶 不过她也不必惊慌 若想要将这秘密保住 也不是没有法子 只要她 以身相许就好了 为什么一个高冷无奇的反派大佬 会突然变得这么油腻 还贴在萧静瑶耳边 又让她以身相许 幸好这会儿 马夫说公主府已经到了 萧静瑶可以借口 马不停蹄的溜走 蒂灵渊还以为 萧静瑶的腰还疼着 为什么要像刚才那样 让她抱摇摇进去 萧静瑶脸一红 摇摆瞬瞬间就好了 说了句不必 便赶忙逃回了公主府 系统查觉到了威胁 想逃 却被萧静瑶一把抓住尾巴 质问着 说她刚才不是挺厉害的吗 还贴符 怎么现在想跑了 然后便被一顿抱捶 自日 皇帝叫萧静瑶来用扇 可在门外 她却听到了蒂灵渊的声音 萧静瑶好奇走进门 看到人举着话在端详 桌上还摊着好几幅美男画像 皇帝迎上来 照顾萧静瑶 叫她赶紧过来看看这些画像里 有没有她终于的公子 说若是看上了 自慌明日就自魂 萧静瑶无语 她这具身体也才17岁 就要选驸马了 这不是妥妥的早恋吗 于是便跟皇帝撒娇 说她现在还小 选驸马这事 还是算了吧 可皇帝却说 她撒谎说家的团团 比她也大不了几岁 现在孩子都满地跑了呢 此时 西同音突然想起 说蒂灵渊的好感度 上升了52% 萧静奇怪 她只是拒绝选驸马 无论好感度也会提升 莫非是蒂灵渊 误会什么了吗 她有了个大胆的想法 若是她反悔 哪也选驸马 不知这好感度会不会降呢 于是乎 她便拿起一张画像 说她想了一下 却是该仔细看一看 说不定 真能看到喜欢的呢 看着萧静渊 那萧静姨选驸马的模样 蒂灵渊似乎有些不悦 说这画像和真人 还没有些差距 若公主有意 不如把这些公子都叫过来 当场相看如何 别人想起 是一对一 而萧静渊想起 却要一对一个团 不得不说 这蒂灵渊的粗意 真可怕 她不就想 故意气一下 这蒂灵渊吗 就让她去见见 相亲大场面 于是她便立刻 可怜兮兮的 眨巴着大眼睛 轻拉着她父皇的胳膊 说自己 仔细考虑后 觉得当下 还是应该专注学业 她可不想过不了 复食 被分去贫瘠之地 因为在他们东邻国 皇室子弟17岁 都需要参加硬食 通过便可获得封地 不通过 可再复食一次 如依旧不通过 则会被分去 偏远的贫瘠之地 而萧静渊 便把她交给了蒂灵渊 毕竟蒂灵渊 学富无策 有其福等 富士一定能过 拜托 她真的会泄得好不好 晚上 皇帝便备好了酒宴 既然蒂灵渊要教萧静渊 那便是静渊的老师 这拜师酒 可是不能少的呀 扎迭克他呀 克该做的还是得做 人在屋檐下 不得不低头呀 蒂灵渊看着她这副 不服气的样子 清晓 接过她手里的酒杯 而萧静渊 被这次触碰 惊得往回缩了缩 因为蒂灵渊的手 真的好凉啊 系统提示音又来了 说蒂灵渊的好感度 上升至62% 这样萧静渊不禁想到 原文里 蒂灵渊这有欲极强 为了得到女主叶倾城 不惜将她萧静渊求尽 那若是她将好感度 提升至100% 不知道会不会也把她求尽了呢 于是萧静渊变起身 借口说自己身体不适 想要回房休息 便匆匆离开了 而蒂灵渊 看着萧静渊离开的背影 却若有所思 这是萧静渊第一次察觉到 她穿越琴的这本小说 似乎还有其他穿越者 就在萧静渊回房路上 她看到了不远处 呼吟美少年 正狠狠鞭挩着一名小宫女 萧静渊来不及思考 便朝前冲去 系统还在一旁说 要她能成功救下宫女 会有奖励哦 就在美少年 正打算继续会晤下一遍时 萧静渊拦住了她 看到面前的美少年 昨夜有颗类质 便认出 自然是皇子萧叶琴 原书中 萧静渊幼年时期 曾对着九皇子照顾有家 可后来却渐渐忘了她 于是九皇子心中有气 隐忍不发 又常年失眠 这才逐渐暴躁 不过好在 还有救 萧静笑着安慰九皇子 说皇帝为了个宫女 生这么大的气 是何必呢 有什么事 不如和皇姐说说 可这九皇子 心里头还气着呢 上次萧静渊还说不认识她 这次便叫她皇帝了 萧静渊轻摸着她 说这么长时间没见皇姐 莫不是把皇姐忘了 九皇子江主 心里犯着嘀咕 她怎么会忘了皇姐呢 明明是皇姐忘了她 那接下一秒 萧静静直接牵起九皇子的手 说要送她回去 另外 吩咐人把受伤的宫女 带下去找太医 但萧静渊终于把这青春期的 爬妮扭扭男孩哄好后 精疲力尽的倒在自己的床上 突然 她想到系统 曾在她耳边说过 若她成功救出宫女 会有奖励的 于是便赶忙问系统 她的奖励呢 系统得意洋洋的 亮出四张选项卡 说这奖励有四种 但她只能选一个 需要注意的是 只有一个 对后续剧情有帮助 A时 迷倒万千男子的绝美容颜 B时 拥有藤雲家屋的能力 C时 能看见鬼魂的阴阳眼 D时 放弃 作为次好人 将此卡贡献给其他玩家 萧静渊终于一惊 问系统 难道这里传输的 还有其他人吗 迷倒万千男子的绝美容颜 藤雲家屋的能力 能看见鬼魂的阴阳眼 你会选哪个 虽然萧静渊 从系统的话里察觉到 这本书里 似乎还有其他穿越者 但系统对此 却不愿做任何回复 萧静渊也没办法 回到选项上来 现在她的任务 是找到杀害于夫人的凶手 所以自然 是能看见鬼魂的阴阳眼 更有利于做任务 这样一来 只要找到于夫人的鬼魂一问 就这项大白了 所以 她选迷到万千美男子的绝世容颜 可就在此时 系统发生错误 将她的选项 强制改为阴阳眼 萧静渊气不过 感觉自己 像选了个寂寞死的 系统还在旁嘲讽 然后就被萧静渊 一把扔出了窗外 看来今天 也是个美妙的夜晚啊 话虽如此 萧静渊刚选的阴阳眼技能 生效的也真快 就在萧静渊 饲养八叉睡的正香时 似乎 有一只幽灵 在房内游荡 睡梦中的萧静渊 只觉浑身冷苏苏的 这不 四日 她就感冒了 小婢女担心的询问 是不是昨夜没睡好 萧静摇摇头 说只是半夜 被风吹的有点凉 小婢女奇怪 说她明明在 昨夜公主旧情前 就让人 把窗户都关起来了 怎么会有冷风呢 萧静顿时打了个寒颤 细想 难道真的有鬼吗 此时 能忘传了声响 说是国师傅 派人来接公主了 说是去补习 萧静迅速整理好一身 准备出发 跟路过一面镜子时 她看到自己 这骇人的黑眼圈 顿时吓了一跳 不敢相信 这真的是自己吗 她现在这副样子 怎么见人呢 幸好 在古代也有化妆术 还是稍微化个妆 再去见国师大人吧 这是第灵人第一次 等一个女人两个多小时 都还没生气的 甚至连不耐烦都没有 可手下玄钊 还是打算去查探一下公主 为什么还没到的情况 结果刚一出门 便看到了公主殿下 可今日的公主 似乎有些格外漂亮 把玄钊都看脸红了 公主被这样看着 还有些害羞 忙打哈哈 问自己脸上 是不是有什么脏东西 寻找这才反应过来 自己施了理 敢忙向公主道歉 其实萧静瑶也没想到 她本来只是想 遮一下黑眼圈的 谁知道化妆流程这么多 竟耽误了两个时辰 就是不知道 这地灵人等这么久 不会生气了吧 毕竟反派大佬生气 可不是闹着玩的 一旦发现苗头 她就立刻 咦 这地灵人怎么看起来 还心情很好的样子 萧静瑶走近 向地灵人请安 地灵人换她过来 萧静瑶便乖乖坐下 看到这书案上 这么多书 她顿时就绝望了 让人距离这么紧 地灵人也察觉到 萧静瑶今天 似乎有些不太一样 便抬起萧静瑶的脸 仔细端详着 萧静瑶不自觉的心跳加速 虽然她也不想 但地灵人这张脸 实在是帅得过分呢 想着想着就想歪了 她竟好想 再亲地灵人一次 不行不行 想什么呢 差点就要被迷惑了 萧静瑶赶忙将地灵人推开 提醒道 说皇叔现在这个姿势 有些不妥吧 没想到地灵渊 却感而俯伤了萧静瑶的头 说她宠爱自己的侄女 有何不妥 还是说 姚姚想做她的女人 这个女人穿越到自己写的书里 还意外拥有了一样眼镜呢 可以看见鬼魂 在被自己的皇叔地灵渊 边调戏边补习了整整一天后 她终于可以让疲惫的身子 睡个觉了 但她还是有些担心 因为之前她睡觉的时候 总感觉一风阵阵 这次该不会还有冷风吧 可这怕什么就容易来什么 此时 果然一阵阴风吹过 她定睛一看 还真是鬼 不过这鬼 怎么有些面熟 这不是余夫人吗 鬼魂飘走 萧静瑶赶紧跟了上去 可这刚刚还有其身影 转眼间 竟又不见了 萧静瑶冷静下来 察觉出 她刚才似乎一直在鬼打墙 而就在此时 四周传来女人的电影声 冷风萧琐 悲惨兮兮 未亡孩儿 龟呀 龟呀 还给我 把我的孩子还给我 萧静瑶顿时反应过来 猜测余夫人 难道是因为有了孩子 才被生生破掉了子宫的吗 余夫人的鬼魂正要飘走 萧静瑶赶忙追上前 问她可知 是谁害死了她吗 突然 不要出传来一阵情音 叮叮叮 余夫人的鬼魂开始发抖 一转头 便便露凶向的 冲向萧静瑶 要杀了她 而萧静瑶在逃跑时 却不慎被石头绊倒 但她跌倒后 接触到的却不是地板 而是像穿过了一片树里 当她再次睁开眼时 自己竟出现在了 蒂灵渊的怀里 而蒂灵渊还询问她 为何晚上不睡觉 跑到冷宫里来爬树 萧静一脸不解 愣愣地看着一旁的大树 心想自己 不是站在地上的吗 怎么会从树上掉下来呢 女人追逐鬼魂 竟遇到了鬼打墙 在逃跑途中 还不慎被绊倒 可以迎接她的不是地板 而是像穿过了一片树丛 一睁眼 自己竟出现在了 蒂灵渊的怀里 还说她是从树上 掉落下来的 太子和玉将军 此刻也正在这儿 看着蒂灵渊怀里的她 香蕉显得有些尴尬 急忙从蒂灵渊的怀里下来 此时 不远处的侍卫 说有了发现 香蕉定睛一看 竟然是一句人的事故 太子立马吩咐玉将军军 将萧静送回去 此地过于血腥 还是不要久留 可玉将军却很普兴地认为 静妖公主半夜出现在这儿 施打的这个主意 想接近她 真是太卑鄙了 此时 蒂灵渊走过来 搂住萧静遥的腰 说瑶瑶还是 撑她的不撵回弓吧 没想到萧静遥就立马答应了下来 与其看到玉将军 那个自恋狂倒胃口 她还不如和国师蒂灵渊回去呢 而这玉将军 明明之前还抱怨萧静遥 占她便宜 转眼又对蒂灵渊这幅话 很不爽 想着明明是太子殿下 分给她的柴实 蒂灵渊凭什么中途抢走呢 于是 玉将军上前 打算说几句话 却被蒂灵渊的掌风震飞 二人气势汹汹 眼看着就要打起来 萧静遥赶忙装捆 问国师大人 不是刚才说要送她的吗 怎么还不走 蒂灵渊立马换上宠衣的表情 揽着她 说着就送她回去 而这可怜的玉将军 已经是蒂恩慈 被萧静遥无视了 就在二人回城的布念上 蒂灵渊突然问萧静遥 到底叫什么名字 既然萧静遥不是真的萧静遥 向来也有自己的名字 能否告诉她呢 萧静立刻扭捏了起来 装模作样的 说他们仙女的名字 是不能随便说的 她可是天上来的小仙女 下凡是为了杜久八十一姐 只要杜结成功 她就可以在天上转正 不过这个秘密 可要替她保守呀 蒂灵渊轻笑着 依旧宠溺的看着萧静遥 轻抚着她的头 答应了她 一个是原书作者 穿越成欧多女配 一个是原书读者 穿越成女主角 今日 二人竟都在玉井寺 相遇了 其一边是昨夜的冷宫中 挖出了106具女士 宫女们都在一轮 那106具女士竟都没了子宫 这样女配萧静遥公主 陷入了沉思 这些人的死传 和于夫人极其相似 于是便决定 过去看看情况 说不定能找到点线索 可刚到玉井寺 她便偶遇了国师蒂灵渊 萧静在心里默念 希望蒂灵渊不要看见她 可还是被蒂灵渊察觉到了 萧静尴尬的笑了笑 气痛此时 却灵机一动 探出变声喇叭 模仿萧静遥的声音 说自己是来见国师大人的 然后便一脸静兮兮的 准备开溜 萧静忙补充解释 说自己是在这找国师大人 回去学习的 可就是这么牵强的理由 蒂灵渊却相信了她 还宠溺的摸了摸她的头 而这轻轻的一幕 都被在不远处的川树读者 叶青城看见了 而人并不知晓 对方穿越者的身份 而叶青城 也只是从自己的 白莲花系统内得知 剧情会有所变动 可原书中的蒂灵渊 不是该对萧静遥 恨之入骨吗 怎么还挽起了摸头沙 这局且变动得也太离谱了吧 不过蒂灵渊这张脸 倒是很不错 要是对她 也能如此轻易就好了呢 此时 她的白莲花系统 似乎察觉出了这小心思 提醒她 在她对御将决 攻略到指定好感度且 不可攻略其他男配 否则会有惩罚 而叶青城 一想到御将决那块木头 就很不开心 她对情那么好 好感度却一丝也没长 真是气死她了 论脸 身材 地位 国师蒂灵渊 哪要不比御将军好 只可惜不能提前攻略 不过 她提前吃点豆腐 总不过分吧 于是乎 叶青城走进 礼貌的给二人鞠了一弓 再故意脚下一打滑 向蒂灵渊导致 可蒂灵渊 见面对一个送上回来的女人 举之不理 一个闪神 让叶青城 直接摔在了地上 叶青城哭几几 想不通这世上 居然还有男子 能在面对一个 即将贴上的本龄女子时 选择躲开 于是 她再次装作可怜兮兮的 说自己好疼 并去抓地灵渊的衣角 却被地灵渊再次躲开 还说她脏 此时 玉将军突然赶到 看着地上的叶青城 帮将她扶起 还看她哭得梨花带雨 便柔声吻 竟然一而再再而三的 为了一起私欲 为难秦城 真是适可人 孰不可人 今日之时 她必须向秦城道歉 萧青城很不爽 问起到底是哪只眼睫 看到她欺负叶青城了 而玉将军此时 竟还想要动手 强迫萧青城 给叶青城道歉 却被地灵渊挡住 想说作者 摧跃成书中的恶毒女配 想说读者 摧跃成书中的女主角 而男主玉将军 却以为女配公主 喜欢自己 嫉妒下 故意推倒了女主叶青城 并想要和公主动手 结果 却被反派大佬挡住 竟要公主欺不过 质问玉将军 竟不知世心全貌 便舔口直断 使她欺负了叶青城 看来玉将军的这双眼睛 不要也罢 叶青城一愣 赶忙向玉将军解释 说公主没有欺负她 是她自己不小心跌倒的 但玉将军不惜 还以为是公主 威胁起这么说的 小姐要大怒 快步走到玉将军面前 拽着她的衣领 说自己处处退让 玉将军却愈发蹬鼻子上脸 真因为她对玉将军念念不忘 舍不得惩罚吗 今日她就把话说清楚 她 萧静尧 对玉将军不感兴趣 随后下令 称玉将军目无法计 以下犯上 玉将不敢 发一百大板 撤笑公众一切之物 玉将军不敢相信 之前那个死皮赖脸 贴着她的公主 竟会如此对自己 此时 叶青城的系统提示来了 说玉将军失去将军职位 她则会遭到电击惩罚 于是乎 她普通一声就跪下了 眼泪汪汪的球公主 放过玉将军 说玉将军苦练多年 好不容易考上武状元 刚才也是出言不逊 还请公主原谅 玉将军看着面前 替自己求情的叶青城 心里一阵感动 随后 叶青城的系统提示音 便再次响起 说玉将军对她的好感度 上升至35% 叶青城大喜 这半年不动的好感度 终于提升了 看来玉将军不吃美人鸡 吃的是苦肉鸡啊 而玉将军对叶青城 好感度上升的消息 萧娇也从 自己系统的口中得知了 那么只要她再继续努力 促成男女主好感度 上升至100% 她就可以回到现实世界了 看儿人现在 这狼有情 且有意的模样 只要萧娇操作 好感度 说不定还能再升一波呢 于是乎 萧娇走进叶青城 提出自己的要求 说要保留玉将军的职务 也不是不可以 只是叶青城 得替玉将军 分担30大板 如何 叶青城一惊 这30大板打下去 恐怕她 也看不到明天的太阳了呀 但一想到自己系统 那世人的惦记惩罚 叶青城更是害怕 于是 当把自己将打下的那一刻 叶青城做出了选择 替玉将军挨下了 而这好感度 也顺利升至40% 这个男人没想到 刚才爱脸严肃的 训斥着眼前男女的金瑶公主 下一秒 金脸娇羞的 跌倒在自己的怀里 当真可爱的景 可萧金瑶被蒂灵院这样看着 倒是有些甚得慌 不过此时 系统也恭喜萧金瑶 蒂灵院对她的好感度 一下上升到了72% 但她本人倒有些奇怪 她就被蒂灵院抱了一下 好感度就直接从62% 飙到了72% 怕不是蒂灵院 在想什么稍而不移的画面吧 萧金瑶不好意思的撇过头 此时 手下玄招来报 说她冷宫中挖住的106具女士 军医检查完毕 她们都和于夫人一样 丢失了子宫 她推测 那些女人都是在活着的时候 被挖去子宫 薛杰尔死的 萧金瑶泄入沉思 也怪不得她在于夫人身上 没看到其他伤口 原来是薛杰尔我 蒂灵院看出了萧金瑶的心思 问瑶瑶 是不是对这个案子很好奇 难道这也是瑶瑶仙女 瑶渡的结吗 萧金瑶尴尬的笑了笑 随后一本正经的 富尔告诉蒂灵院 说只要找到这个案子的幕后真凶 她转正后 就能升一级 随后她又可怜巴巴的眨着大眼睛 祈求蒂灵院 能否跟她一起查案呢 毕竟蒂灵院身边能人众多 掌握的线索也多 那么她只要跟在旁边 何处找不到真凶 可蒂灵院 却并未直接答应萧金瑶的请求 而是抬起她的下巴 亲自教教她 该如何正确的求人 直到闻到萧金瑶 实在喘不过气了 才放过了她 接着便让她跟上 萧金瑶竟被吻得 害羞紧张到同手同脚 引得蒂灵院扑斥一笑 但她又为自己 为何顺理成章的 就直接上了蒂灵院的布脸 而感到奇怪 可就在她转身时 却与蒂灵院装了个满怀 看来这上贼传容易 下贼传难哪 传闻中 用108个美貌女子的子宫 是一秘法 可制成太阴柔 施下去 便可拥有世上最美的容貌 现在宫中 加上于夫人 和之前冷宫中挖出的106具女士 已经有107个受害者了 照这样下去 便至少还会有一名女子受害 为了阻止悲剧的发生 蒂灵院和萧绩瑶 便来到藏树哥去找线索 蒂灵院摸了摸书架上的花瓶 面前的书架 几乎隆隆地开始移动 而书架后的这件密室 便是静格 所有不便流通的古籍古本 都能在这里找到 蒂灵院很自然地牵起萧绩瑶的手 带她走入静格 而萧绩瑶却选择有些不好意思 提议道 说要么他们二人分开找吧 这样也能快些 蒂灵院将手松开 告诉她那本书的书名 叫似国怪奇论 萧绩瑶点点头 也松了口气 不过这境格 看似是个小密室 但实际面积却不比完美小 可见藏树枝丰富 固然 萧绩瑶的手指 点到了一本奇怪的书 至于书名 她看不懂 于是变好奇地抽搐 而此时 蒂灵院正好出现在她身后 还问她 难道是喜欢这类书吗 萧绩瑶被这一下的 有些紧张 连帮点头 没想到这书里的内容 竟全是十八禁的 她立马将书合上 不好意思地看向蒂灵院 而蒂灵院却而有兴趣地思索着 说瑶瑶竟然喜欢看春闺蜜诗 喜好很特别呀 女人拿着一本 看不懂名字的小黄书 好奇地翻了翻 竟然被身后的男人发现了 还以为她 是有什么特殊癖好 于是她赶忙将书 赛回书架 尴尬地笑了笑 插开话题 在蒂灵院手里 拿着书 编织了这附近的桌椅 说要不在这看吧 蒂灵院却突然逼近她 发现附近其有女人的交引 说四皇子对奴家轻点 好家伙 公然在藏书阁内搞士气 这可太刺激了 快让她看看 书中那硬柔美人四皇子 到底长什么样子 蒂灵院一把将她眼睛遮住 温柔地告诫她 这样会长睁眼的 而人离开了藏经阁 她却发现自己的不孽 竟被蒂灵院先请回去了 那她岂不是不得不和蒂灵院同教了吗 而此时 蒂灵院已经掀开教练 邀请消极要入座了 她就这样 被静止送到了国师府 蒂灵院特意 让人准备好久好菜招待 还偏偏都是消极要 爱吃的菜 消极要就这样狼吞虎样的吃着 蒂灵院迟迟没动快 直勾勾的盯着她 消极要不好意思的撇过头 蒂灵院却突然靠近 伸手扶住她的脸 消极要以为 这亲吻狂魔 非要和她亲亲 便害羞的往回松了锁 可蒂灵院她 只是摘掉了她唇变的范利而已 还一脸坏笑的问她 瑶瑶刚才 是在想什么呢 脸这么红 消极害羞的低下头 支支吾吾的说道 没没想什么 蒂灵院话锋一转 开始一本正经的问消极要 复识通过后 要在皇宫各司 挑选一出印制两年 她还打算 去御将军所在的御将军吗 这倒提醒她了 原先的消极要是为御将军 而进御将军的 可现在 她可是穿越过来的消极要呀 于是她便问蒂灵院 说皇叔觉得 我应该去哪个死呢 蒂灵院清晓 唤她过来 贴近她 说随便拿个死 瑶瑶开心就好 可这个角度 却让蒂灵院 看到了她未完全遮蔽好的衣衫 于是便突然将她抱起 让她坐在怀里 质问瑶瑶 如此这般模样 是在考验本作吗 虽然蒂灵院的言语中 充满着挑逗 可手还是十分君子的 将她衣服拉好 消极害羞的从怀中蹦起 忙解释 说皇叔 不 不是这样的 公主把一项不惊女色的国师大人 撩得不要不要的 差点还在房内 搞起了颜色 却被突如其来的秦大人打断 而秦池涵此次前来 便想来问问 最近公众四起的 关于国师和静瑶公主的风流传言 国师大人吩咐手下 送静瑶公主回府 自己却还拿着静瑶公主 刚喝过的茶杯 继续喝茶 而秦池涵刚进门 就问国师 最近公主 有不少女与静瑶公主的谣言 难道那个女人 放弃追求什么僵局 开始勾搭你了吗 蒂灵院饶有兴致的问 都是些什么谣言呢 秦池涵坐下 继续说 无非是你大庭广众下 帮那个女人上轿 还强问她吗 要我说 这谣言就是越传越离谱 谁不知道你有洁癖 怎么可能呢 可蒂灵院却突然回到 不是谣言 秦池涵一惊 问蒂灵院她 是认真的吗 蒂灵院脸一沉 语气中 透露着危险 问秦大人来这 就是为了八卦的吗 秦池涵尴尬的摇摇头 解释自己 是为了三天后的祭祀大典 来找国师大人 商量商量的 而另一边的萧静瑶 虽然回到了公主府 但可不打算闲着 迅速便着手于调查 与夫人死亡的案件中 当她路过于花园时 只有看到了九皇子 在披抖宫女 看样子 是在嫌弃自己 身子孱 身子孱弱 而把怒气 发泄到宫女熬的药上 说自己早晚都得死 喝不喝药 有什么区别 萧子要突然插话 当然有区别 随后便接过宫女的药 安慰道 若是阿九乖乖吃药 把身体调理好 下次赴皇春雪 皇姐便要求赴皇 带你一起去 九皇子洗消炎开 萧椒亲手 竟然味到九皇子嘴边 让九皇子心中 一阵感动 微微抿了一口 萧椒还问她 苦不苦 九皇子摇摇头 皇姐亲自给我喂药 怎么会苦呢 可萧椒尝了一口后 却苦得她直吐舌头 九皇子洗心的给她喂上蜜茧 说皇姐第一次喝 第二觉得苦 但阿九已经习惯了 萧椒顿时心塞塞 她发誓 自己回到现实世界后 一定要写个神仪 把九皇子治好 所以她现在 就得赶快做任务 回到现实世界 这样才能真正帮到九皇子 于是 她把药放下 跟九皇子告别 准备离开 九皇子却突然拉住她 可怜巴巴的祈求道 皇姐也可以多陪陪阿九嘛 阿九一个人好孤单 萧椒也不想动摇呀 可这阿九实在太可爱了 九皇子还在继续说 皇姐想骑马嘛 父皇前几日 送了我一匹汗血宝马 很漂亮的 皇姐一定会喜欢的 好 别说了 现在就去 乖巧董事的九皇子 和亲爱的皇姐萧静瑶 一起骑马 既有与国师大人 也在马场 有情提示 前方国师 吃醋高呢 国师在马场上 看到九皇子 温柔耐心的 叫萧椒要学骑马 甚至还在骑马时 腰都搂上了 顿时脸一黑 心里的醋坛子 酸得翻天覆地 萧椒也察觉到了国师 正在看她 只是那 像抓媳妇出轨似的目光 是怎么肥死 一旁的系统在偷笑 萧椒便不解地问系统 是不是有什么 不可告人的秘密 非要缩合她与地灵渊呢 系统心虚 怎么会呢 本萧可爱 能有什么小秘密 而就在这时 萧椒的马 突然像受惊了一般 将她用力甩了下去 九皇子来不及反应 萧椒也被吓哭了 这甩下去 她得毁容了吧 可就在这关键之时 萧椒滴入了一个 坚实的怀抱 原来是国师大人救了她 明明国师离她也不算紧 真没想到居然能接住她 萧椒含着泪 激动的对国师表达感谢 模样显得处处动人 静姚谢过皇叔 于是国师突然贴近她 瑶瑶可知 自己这般模样 有多够人 萧椒不好意思的低下头 九皇子急忙跑过来 伸出手 想要扶萧静姚起来 而正当萧椒也伸出手 想握住九皇子的手时 一旁的地灵渊 脸又一黑 一把将萧静姚搂过 附上她的脸 瑶瑶又欠本座一命了 打算怎么还 这靠得这么近 让萧静姚不自觉地撇开视线 我 我还没想好 九皇子在一旁 看到地灵渊的眼神 就像是要把她黄姐吃了一样 不 不行 她要保护她的黄姐 于是便直接把萧静姚 从地灵渊怀里拉出来 黄姐 走 我去别处叫你骑马 见自己的瑶瑶 要被拉走 地灵渊也起身说道 本座此时无事 也可以叫你骑马 而且本座没有记错的话 九殿下今日是该去国子剑学习的 九皇子心头一震 一脸嫌弃的看向过时 萧静姚这才反应过来 九皇子上午在渝花园 现在又带她来马场 应该是逃课了吧 而九皇子此时 也是一阵唏嘘 害怕萧静姚知道她逃课 会不喜欢她 哪想萧静姚 只是轻轻摸了摸她的头 阿九 以后不许这样了 毕竟萧静姚她自己 之前逃课次数也不少 也没资格说九皇子什么 逃课都一个样 真不愧是亲姐弟 今儿人还这么亲密 蒂灵渊坐不住了 立马吩咐手下 送九皇子去国子剑 这下萧静姚终于是她一个人的了 只是接下来 萧静姚一想到要与国师独处 就觉得心慌慌 国师费尽心思赶做九皇子 不可能就是单纯的为了叫自己骑马吧 这里面肯定有诈 黄叔 我今月忽然不想骑马了 咱们改日再月吧 但蒂灵渊可没那么容易犯过她 想走 也得问问本座 同不同意 想走 也得问问本座 同不同意 国师将想要逃跑的萧静姚 直接给抓了回来 放到了马上 自己也一个飞身 坐到了萧静姚的身后 萧静姚此时还想说些什么 却被国师支出了嘴 姚姚若还想找借口离开 本座可要生气了 萧静姚气鼓鼓的说道 谎叔你 怎么比我还不讲道理 国师轻小 还有更不讲道理的 姚姚可要见识见识 于是国师甩起了马绳 驾着马 飞快的冲了出去 萧静姚被吓得大叫着 慢点 你慢点 国师还有一点心灾乐祸 求我 萧静姚此时 已经被吓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求你 快点停下来 而腹黑的国师大人 显然对她这种求人方式 不大满意 姚姚已经忘了 怎么求人了吗 此时 之前国师教她的 怎么求人的那一幕幕 竟开始浮现在她脑海里 难道这次 她也要轻轻才行吗 奔跑的马儿已经停下 国师轻点着萧静姚的嘴唇 示意她赶紧 见萧静姚竟没有回应 被扬起马绳 威胁道 怎么 不愿 萧静姚立马喊停 故作扭捏的说道 皇叔 你先闭上眼睛 国师很自觉的闭眼 萧静姚再次确认 国师已经看不到她后 竟想要偷偷留下马 而国师却在此时 又将她给扶了回来 又想逃 萧静姚开始埋怨国师耍赖 皇叔 咱不是说好闭眼的吗 国师无奈的叹了口气 本座闭眼 然后任由你这个小骗子 逃走吗 姚姚 你言而无信 看来只有让本座帮你了 说吧 别往萧静姚的脸上凑 萧静赶忙制住国师的嘴 开始了一脸正经的胡说八道 皇叔 你也知道 我是下凡妒劫的小仙女 我们仙女妒劫 是不能动情的 所以你真的不能对我动感情 哪见国师 竟丝毫不害怕她这幅说辞 若本座偏要呢 会有惩罚吗 萧静愣住了 这次的国师 好像比上次难忽悠了呀 你会 你会折瘦 折很多很多的手 萧静就不信了 都有生命危险了 就不信国师还能无动于衷 可国师却问他 若本座是这手 那你会有什么惩罚呢 萧静颤颤颤颤颤的回答 我当然会被压回天上 勇士不得下凡呀 国师突然贴近萧静的脸 好一个勇士不得下凡 有本座在 谁也别想把你带走 说吧 便吻伤了他的唇 萧静感到不悦 现在的国师 真是越来越过分了 动不动就轻轻抱抱 把他当什么人了 于是便用力把国师推开 王叔你够了 我们不合适 可国师似乎 对他这话有所疑问 欢欢举起二人 那是指向扣的手 哪里不合适 你看 这不是很般配 一个是负黑霸道的国师大人 一个是被迫传书的绝世公主 结果二人小嘴这么一期 国师对公主的好感度 瞬间达到了80% 可这对被迫传书的公主 萧静摇来说 可不是什么好事 一想到原书中的负黑国师 因爱而不得 把女主捆绑球尽 他就瑟瑟发抖 就在他回府的那一刻 突然发现房内有人 一个婢女拿着个纸包 再往箱里放什么东西 萧静要静静等待婢女走后 前去调查箱内的义务 房内原本的箱内 竟夹杂着一股鸡蛋 不宜察觉的味道 原来是失心粉 而且梦散 所谓失心粉 会迷惑人的心形 而且梦散 则会腐蚀人的心质 甚至危及性命 萧静要进的原书中 就是因为他中毒后 脾气越来越差 才最终如了太后所愿 毁了东陵皇室 然而这一次 怕是不能再如了太后的愿了 此时 太监突然进门禀报 说是沈汪才的妹妹 沈素素求见 萧静要不想见 之前沈素素 三番五次来找他 就是一直想为了他那个 被自己削了官职 打入大牢的哥哥求情的 他才不想再继续多费口舌 可太监却说 沈素素此次前来 并不是为了他哥哥 而是为了公主的终生大事 萧静要有些不解 他的终生大事 什么时候轮到旁人来操心了 大地内的沈素素 独自一人等待着 心里却嘀咕 那个草包公主萧静要 不仅把他哥哥关进了大牢 还越发不待见他了 难道是萧静要 知道了他在背后说坏话吗 就在这时 萧静要来了 沈素素看到萧静要的脸 感觉他一个月没接 请又变好看了 不觉心生妒忌 若是他也有萧静要这样 倾国倾城的脸 太子妃的位置 就是他的了 沈素素恭敬的 给萧静要行礼 没想到 萧静要却假装无视他 直到过了两久 萧静要才开始注意到 地上的沈素素 变换他起来 沈素素立马开始装可怜 为自己的哥哥 沈王财求情 可怜萧静要饶了他哥哥一次 萧静要见他 又是来给他哥哥求情的 就感到很不悦 之前沈素素来求见他时 说是担心他的终生大事 原来 只是在匡辩他来而已 沈素素扑通一声 跪倒在地上 瑟瑟发抖 萧静要现在冰冷的眼神 让他感到了一丝恐惧 他以为萧静要 是还在因为他哥哥的事 迁路于他 可他还是为了自己 能有更好的虔诚 铤而走险 多胆向萧静要献上了一击 真的为了原萧静要 终生大事的法子 世人都知道 萧静要喜欢御将军 沈素素也不例外 而御将军又对叶青城 暗生情愫 于是沈素素提议 在后日的祭祀大典上 命人暗中坐手脚 毁掉叶青城的清白 这样 一遇将军的家世 再怎么样 也不会再要一个 失了真的女人 小说作者 穿成了书中的大反派 小说读者 穿成了书中的女主角 那两名穿越者正面对决 会碰撞出怎样的火花呢 穿书的作者 萧静要 直接拒绝了沈素素提出的 找人毁掉叶青城清白的计划 因为他知道 沈素素的目的是想届时 将叶青城换成太子妃 毁掉太子妃的清白 而他的任务 是在祭祀大典上 帮助太子妃 化险为夷 可就算他义正言辞的 拒绝了沈素素 想要加害太子妃的计划 他的任务 却并没有显示完成 这也就意味着 想要加害太子妃的人 除了沈素素以外 或许还有其他人 而另一边 穿书的读者 叶青城 也接到了自己的系统任务 要他在祭祀大典时 污蔑太子妃的清白 他或许 就是第二个 想要加害太子妃的人了 两个穿越者的较量 即将在祭祀大典 拉开帷幕 萧敬瑶走下不撵 正装打扮过的他 看上去有些不太一样 女人们都围到了 萧敬瑶身边 夸他漂亮 太子殿下也来了 沈素素看向 太子殿下的方向 一脸欣喜 当太子殿下 向他走来时 他心中 还止不住的小鹿乱撞 可太子 却凑到了一旁 太子妃的面前 二人像根本没有注意到 一旁的沈素素一般 沈素素的嫉妒心 又更强烈了 明明是他与太子殿下 先认识的 太子却最终取了 现在的太子妃 甚至连多看他一眼 都不愿意 他不服气 不甘心 不远处 姗姗来迟的叶青城 看到了这场好戏 他本以为 沈素素不会动手了 如今看来 也不尽然 果然 人只要有欲望 就不怕拿捏不住 接下来登场的四皇子 萧全傲 和五皇子 萧宗臣 是萧娇原书中 强凑的CP 傲娇风流兽 和高冷神秦宫 再是皇上 和太后娘娘假道 在场中人 接起身跪摆 高座上的太后 刚坐稳 就瞄到了 不远处的萧敬瑶 眼神中 透露出一丝凶狠 之前她的贴身摸摸 被萧敬瑶给摆了一倒 她今日 也定要给萧敬瑶 一点颜色看看 最后登场的是国师 此时的祭祀大典 也正式开始 全场奏乐 国师身着一席 墨色的症状 出现在了祭台的中央 黑色的长发 高高竖起 给原本妖艺邪妹的脸 增添了一丝少年气息 下一秒 国师展开了紫色的折扇 在祭台中央 跳起了祭祀之舞 萧敬瑶的心脏 碰碰直跳 这是她第一次 见到这样的国师大人 明明她喜欢的是 温润如意的白鱼公子 不知现在 为何会对邪妹妖艺 霸道自负的国师大人 动心呢 傻闺女终于开窍了 萧敬瑶对国师大人动心了 祭台中央的国师 优雅地跳起祭祀之舞 让萧敬瑶 止不住的脸红心跳 乐曲钟了 国师将折扇收起 凑到萧敬瑶身边 让她闭上眼睛 接下来 是属于国师大人的专属赐服 祝愿萧敬瑶接下来的日子 平平安安 这样一旁的叶青城 看眼红了 在原书中 明明她才是主角 而萧敬瑶只是个炮灰女配 现在竟然敢在光天花日之下 与原本应该喜欢她的国师大人 搞暧昧 看来她不能再继续耽搁了 得赶紧完成毁掉太子妃清白的任务 她才能突破系统的禁止 去刷国师的好感度 她独自一人来到了御花园 果然在这里遇到了沈素素等人 她摆好笑脸 开心的引了上去 特意来给沈素素分忧 她知道沈素素喜欢太子殿下 于是提议 设计让太子妃在前殿 撞上个侍卫 这样他们便可以在皇上面前 刺意捏造一番 太子妃的清白 可就说不清了 可她不知道的是 沈素素早在今日之前 就对萧敬瑶提出过这个计划 可萧敬瑶不仅拒绝了 还严厉警告过沈素素 不要搞小动作 否则 就让她吃不了兜着走 后之后觉得沈素素 用力打了叶清成一巴掌 便变出了叶清成的小人歹心 叶清成是想拿自己当枪使 让她去污蔑太子妃 这事无论成与不成 叶清成都可以摘得干干净净 真是好算计 叶清成建立用沈素素 去污蔑太子妃的法子行不通 又露出了更凶狠的眼神 国师看着萧敬瑶一杯杯不停的喝 有些担心 祭祀大典上的美酒后劲儿极大 小姑娘喝这么多 只怕是受不住 于是直接按住了萧敬瑶 还想继续倒酒的手 帮她把酒水换成了温和的茶水 萧敬瑶有些不满意 她都已经18岁成年了 怎么就不能多喝几杯了呢 而这时 太后突然提起了萧敬瑶的婚事 说萧敬瑶已经成年 也该考虑考虑婚姻大事了 而且 她还亲自挑选了一些世家公子 一会儿萧敬瑶可以随她去见见呢 萧敬瑶的脸色突然阴沉了起来 她早在原书中就知道 太后对她可没按什么好心 说是轻挑细选的良婿 实则 都是些外观裂造 于是便当众拒绝了太后的美意 还提出自己对驸马只有一个要求 那便是 要打得过她 她是帝国独一无二的绝世公主 许她的唯一一个要求 就是要打得过她 太后想到自己 昨日给她下过时兴奋和牵梦散 想来她也神志不清 便也想趁在比武招亲时 给她一点颜色看看 在场的各位富家公子们都跃跃欲试 秦迟涵有兴趣地问国师 要不要也上去试试 国师却觉得此事多此一举 系统见兮兮地拿出一顶绿帽子 打算给国师扣上 要是有人在比武招亲上赢了公主 国师可就要被绿了 可国师却好像看到了什么事的 突然一本正经地盯着系统所在的方向 甚至还伸出手想要去抓系统 秦迟涵一脸疑问地问她发生了什么事 国师却默默地收回了手 说没什么 系统松了一口气 她差点还以为国师能看见自己呢 比武招亲第一场开始 立明长着磕大眉婆子的男人 是第一位挑战者 她看着不远处处处动人的公主 不免想让其臣服于自己身下 而公主被这种人色咪咪地看着 有些恶心作呕 要是她真上场 肯定会控制不住把这人打残的 她的贴身小太监突然上来乘上高等 公主轻轻一笑 原书中的小太监可是个身藏不露的武功高手 她便立马吩咐小太监上去替她打擂台 但这却让太后很不爽 大手一拍喝道放肆 若公主不亲自上场 她如何才能整到公主呢 可公主尽装得楚楚可怜 可怜太后心疼心疼她这个娇小的弱女子 太后也是活酒见 才几日不见的草包公主竟学会打精清牌了 不过刚才上场的那位挑战者 武功也算数一数二的 一个太监估计也先不起什么风浪 于是答应了公主让太监代打的请求 小太监着急了 说自己不会武功 可公主显然不幸 小太监天天天不亮就在后院徒手劈柴 怎么可能不会呢 她的终身幸福可全靠小太监了 若是输了就要一天十二个时辰不停歇的在后院劈柴 小太监只好答应上场 脱下太监帽的她俨然有一副武林高手的风范 挑战者先出招 小太监只是一个后退便躲过了这攻击 随后两把剑在场中交战 你不让我不让 场边的秦池涵知道 国师希望小太监赢 但小太监现在只一位防守 不去进攻 迟早要凉凉可国师却仿佛洞穿一切 说小太监不是不进攻 只是时候味道罢了 就在挑战者体力不知露出破战时 小太监突然一个飞踢 将人打倒 这一局是小太监赢了 而且仅仅只进攻了一次 人为了自己的目的能有多狠 叶青城已经吩咐小婢女去把太子妃引到御花园 想要诬陷太子妃的清白了 公主看到事态不对之后 立刻叫系统动手 只见下一秒 系统猛的一脚踹向公主 把她踹的一口老血吐了出来 皇上背下的瞬间站起 竟然有人赶在她眼皮子底下谋害她的女儿 随即就吩咐所有侍卫封锁祭台 公主勉强撑着一丝意识 想到这祭祭台都已经被封锁了 太子妃应该出不了事了吧 随后便晕了不去 夜幕降临 公主在房内终于苏醒 可头却还有些疼 她一看到身旁飞着的系统就有些生气 本来她只想演得严重一些 没想到系统一脚净踹得这么重 难道是在趁机报复她吗 正当她想给系统一点颜色看看时 突然发现床边竟然还坐着国师大人 系统趁机躲在国师背后一脸见兮兮的解释 说在她晕倒后 国师大人可是一路将她抱回房的 这时小太监刚好将熬好的汤药端了进来 公主闻到这扑面而来的恶臭味 就一阵反胃 让小太监先把药放到一边 国师却一把端起药 细心的盛起一勺 将药放在嘴边吹凉 亲自喂给公主喝 公主尝了一口就感觉这药苦得不行 说什么也不想再喝第二勺了 国师给自己盛了一勺浅尝了一下 安慰公主这药一点都不苦了 公主感到很惊讶 问国师 难道这都不觉得苦吗 国师淡淡的说自己没有味觉 尝不出酸甜苦辣 这可让公主感到有些奇怪 她在原文里可没有写过 国师没有味觉这句话 国师的手突然抵到了她的唇颠 威胁她若还不肯喝药的话 就亲自喂给她喝 还是嘴对嘴的那种 公主羞红了脸 也不管要甜要苦 蹲蹲蹲的就把一整碗都给干了 国师贴心的给她递上了一颗蜜枣 作为奖励 把她当成小孩子一样红 还意味深长的说了句 以伤害自己的方式去捉拿真凶可不合算 公主以为国师知道了什么 赶紧解释自己向来爱惜身体 怎么会做出伤害自己的事呢 国师的手突然把上了她的脉 脉相明显急促 显然是在撒谎 公主抽回了手 尴尬的笑了笑 说这毕竟是她自己的私事 还是不劳烦国师大人了 国师又突然朝她步步紧逼 别人的事情对于国师来说确实是麻烦 但公主的事情不是 这是她的特权 国师对她的心思日月可见 把她撩得脸红心跳 但她还是决定尊重原书的剧情走向 毕竟在原来的故事里 国师喜欢的是叶青城 而不是她这个女炮灰 原书作者穿越成自己书中的炮灰女配 却被原本应该喜欢女主角的反派大佬疯狂追求是好 被逼无奈下 她只好谎称自己是天上下凡来度劫的小仙女 并告诉反派大佬 自己并不是她的真命天子 只是在历劫途中被老天爷强加了一条感情线 让国师一看到自己就会喜欢 国师以为公主是在质疑她的真心 公主赶忙摆摆手 她想要表达的意思 其实是国师对她的这份喜欢 是被其他东西影响的 她本不该出现在这里 国师也不该喜欢她 国师并不想相信公主的这份说辞 在她心里 喜欢才是应该的事 随后便问公主原来的名字叫什么 公主说出了自己现实世界的真名 苏木木 国师听后大为震惊 轻轻在公主额间留下了一个吻 随后说出了一句令人意味深长的话 本作很高兴 你是苏木木 国师决定带公主回府 由于公主之前吸入过微量是心粉和牵梦散的毒素 长期下去难免会对身体有影响 国师府中的灵犬 刚好可以清除公主体内的鱼毒 而那处灵犬 公主很久以前就曾去过 那还是她和国师都丢失了初吻的地方 公主开始越想越歪 国师突然伸手碰了碰她发烫的脸 问她在想什么呢 公主尴尬的摆了摆手 说没什么 于是国师就先出房门等待公主更好意后随她去 不一会儿 二人就来到了国师府 府内竟然早就有婢女们在这候着 似乎早就知道公主要来 公主有些奇怪 国师解释 她在带公主来之前 就已经请示过皇帝陛下 这些婢女当然都是陛下派来的 公主这才意识到之前是自己想多了 原来国师是真的让她来疗伤 而不是别的什么奇怪举动 公主向灵犬走去 国师吩咐手下玄双 去伺候公主殿下 公主有些害怕 连书中 玄双可是为女将军 而且还暗恋国师 让这样一个人伺候情敌 她还是赶紧拒绝掉了 不一会儿 她终于泡上了心心念念的灵犬 泉水洗涤着身体 感觉全身被放松 此时 系统界面突然弹出来恭喜她 完成了在祭祀大典帮太子妃化险为一的任务 而且还告诉了她关于下一个任务的提示 双系统 一旁的系统解释 她其实是来打乱这个世界的系统的 而且还有另一个系统 是来维持袁书中原剧情的秩序 公主听后不觉浑身一触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那在另一个系统里 她岂不是得像袁书中的剧情一样 死在国师手里 女人穿越到小说中当女主 结果却天天被系统奠击惩罚 因为身为女主的她 竟然老被恶毒女配强主角剧本 她盯着一旁正在收拾地上茶杯碎片的闭女 越想越生气 明明女主是她 结果不仅女配长得比她好看 甚至连一个婢女长得都比她好看 凭什么 想吧 她一脚踩上婢女的手 茶杯碎片嵌入了掌心 疼得小婢女连连求饶 这时 叶清成的系统又提醒她 由于她的心思过于恶毒 将再次执行奠击惩罚 下一秒 她就又被系统变了个外交领案 与此同时 同样也是穿越过来的女配公主 突然打了个喷嚏 刚泡完灵拳的她不知为何浑身发冷 正当她打算起家回宫时 国师的手下玄双急忙将公主扶起 可公主却发现脚踝出奇的疼 根本就站不起来 这时 国师刚好来了 她走到公主身边 伸手托起了公主的脚 公主有些不好意思 这个故事的背景可是封建架空巢带 女人的脚是很私密的 不能随便给男人碰 可国师竟然当着这么多人的面看着她的脚 这样真的好吗 国师突然碰了一下她的脚踝 疼得她嗷嗷叫 看来是骨头错位了 得震骨才行 玄双立刻请命 说自己会震骨 不如让她来代劳 可国师却只让她去取点冰块来 玄双深吸了一口气 只好领命 国师直勾勾地盯着公主的伤口 下一秒 就突然用力将公主的脚一扭 帮她震骨 这一下疼得公主差点当场阵亡 冰块拿来了 国师将冰块敷到了公主的伤口处 疼得公主又发出了音音声 这叫声勾住了国师的心魂 随后告诫公主 哭就好好哭 别发出这种勾人的声音 容易引人犯罪 公主羞耻地对着国师的肩膀猛咬 可国师却一声不吭 还说若是她疼 还可以多咬几口 公主撇过头 不想理国师 国师随即将公主从地上扶起 提议让她不如在这国师府里多住几个 方便泡温泉 也利于脚伤的恢复 而且这次 她在祭祀大典上被人下毒的士令 陛下很是震怒 公主请便现在是第一案发现场 出入不便 公主本来是想拒绝的 可国师心思缜密到把她的理由全都堵死 她除了答应还能怎么样呢 她低头突然发现国师竟然一直牵着她的手 害羞的她立马将手抽了回来 此时国师对她的好感度已经上升到了85% 当好感度达到百分之百时 她还能获得一份神秘奖务 小说作者穿越到自己写的书里 成了恶毒女佩晶姚公主 结果却被反派大佬国师看上 好感度还一路飙升到了85% 系统告诉她 若国师对她的好感度达到百分之百 她还会得到一份神秘奖励 可这奖励公主却一点也不想要 国师只是她创造出来的纸片人 哪个作者会想不开和纸片人谈恋爱呢 系统听到后竟然嘲笑她 她现在不也是个纸片人吗 这时 余夫人的鬼魂突然出现在她面前 把公主吓了一跳 随即她又镇定下来 追着鬼魂问 你还有生前的记忆吗 可记得是谁害的人 鬼魂突然停了下来 嘴里喃喃着 国师 是国师 公主有些吃惊 为了调查余夫人死亡的真相 她决定夜入国师的房间 听说国师刚刚出门办事去了 一时半会儿估计回不来 于是她偷偷溜进了国师的书房 借着自己身为作者的上帝视角 她很快便找到了暗示的位置 与此同时 茶楼里正喝茶的国师突然顿了顿 秦池涵坐在她对面还继续叨叨着 说后天慕容公子要举行宴会 还请来了西域的舞技表演 问国师要不要去 国师一口便答应下来 若不去的话 怎么得知那传闻中 用108个美貌女子的子宫 是以秘法制成的太阴肉 到底是如何传来京城的呢 随后她便命秦池涵把这消息匿名传给太子 把功劳归到太子名下 而她 现在要赶紧回府一趟 这时 公主刚好走进了暗示 里面简陋的令她有些不敢相信 她开始仔细地翻找起来 突然发现了一封国师与邻国大皇子的书信 难道国师是想造反吗 这时 她的背后突然传来了国师的声音 吓得她手上的书信直接掉落 国师阴沉着脸 瞪着她 公主害怕地缩了起来 偷偷溜进暗示还被国师抓了个陷型 找什么理由好像都显得苍白无力 国师问她 你说 本座该如何处置你才好 公主觉得自己barbecue 切切地问国师 你会杀我灭口吗 国师有些不解 于是愣了几秒 告诉她不会 公主不信 刚才国师可是整整停顿了三秒钟 果然还是打算杀她灭口的吧 国师接着问 她到底来暗示做什么 公主支支吾吾地不敢回答 她若是老实说自己是来找国师害死于夫人的证据 恐怕死得更快 可就在她愣神之际 国师直接就吻上了她的嘴唇 还警告她 若是不说实话 就继续亲 亲到说为止 公主慌忙之下答应了下来 只希望国师现在别靠她这么近 国师听后果真后退了一点点 大约四厘米 公主解释 她是来找于夫人死亡真相的进展的 国师淡淡一笑 她当是什么呢 于是便坐下 拿出了她调查的关于于夫人死亡的暗宗 在公主面前摆了摆 公主正想要拿 国师却突然将暗宗藏到身后 还拍了拍自己的腿 示意公主得坐到她腿上才能看 公主有些尴尬 问国师能否正常点 国师答应了她 随后便强制将她拉入了自己的房间 这个国师可不好惹 想要从她这里得到消息 就必须被她亲满九九八十一下 公主不想被亲 于是偷偷溜到国师的暗室里 独自寻找于夫人被害案的消息 却恰好被国师打了个正着 那么亲也亲过了 抱也抱过了 国师拿出了调查暗宗 告诉公主 那于夫人腹中的胎儿其实并不是太子的 公主仔细翻看着暗宗问道 难道那孩子是慕容榴莲的吗 国师点头 那慕容榴莲本是个浪荡子 想留掉于夫人腹中的胎儿 不料药性太强 竟然意外害死了于夫人 公主有些疑惑 问于夫人若是被堕胎要给捕死了的话 那之前国师说的 用106具女士制成的太阴肉 又是怎么一回事呢 国师解释 说那是另一桩案子 于夫人是死后 才被人挖出子宫制成太阴肉了 随后她又问公主 之前公主说要查出 杀害于夫人的凶手才可妒结 那现在她已查明凶手了 可有奖励呢 公主窃窃的往回缩了缩 赶紧转移话题 说现在时间不早了 她想要先回去了 可国师却按着公主不让走 之前偷进过她暗示的人 全都被带进了行司阁里 死的死 残的残 无一人能全须全伪的出来 公主有些害怕 以为国师是打算把自己送去行司阁 可国师却说她不会 毕竟她舍不得 公主害羞的将国师推开 嘴里喃喃着自己困了 想回去睡觉 没想国师却不愿意放她走 而是若有所思地看着身后的床 公主顿时有种不祥的感觉 结果下一秒 她真就被国师一把抱起 还问她不如一起睡 公主有些害怕 这发展未免有些快 只好不停地劝国师冷静一眼 不要冲动 可国师将她放到了床上 却没有要进行下一步的打算 还告诉她 虽然本作也很想 但也不急在这一时 这床是用千年暖浴做的 对身体有益 你就在此睡一觉吧 公主意识到是自己想多误会了 于是便迅速钻到被窝里 用被子遮住自己 不想让国师看到她那红到发烫的脸 不过国师的床裹真是好睡 让她一觉直接睡到了次日大中午 她刚一睁眼 竟发现国师还在一旁看着她 看着装束未改 估计是这一夜都在这里陪她 公主立马翻身想要起床 却突然顿住 感觉自己的小腹一阵脚痛 她的脸瞬间又红了起来 暗器她这月是怎么早不来晚不来 偏偏这个时候来 国师还一脸关心地问她是不是发烧了 脸这么红 可这要让她怎么说出口 只好支支吾吾地让国师给她叫几个宫女来 国师突然间闻到了她身上的血腥味 好像明白了什么 于是轻轻抚了抚她的头 让她在这里乖乖等着 可就在国师转身离开之际 她竟然看到国师的耳朵红了 看来国师肯定是知道了 在国师房内来月室 公主这波直接射死 幸好国师反应快 吩咐人给公主带去了月室袋 这让公主简直想找个地洞钻进去 还问系统有没有让人失忆的药丸 她想给国师吃下去 这时 沈素素突然前来求见 公主整理好表情 将沈素素宣了进来 沈素素开口就朝公主告状 说那叶青城竟然在祭祀大典上 穿多她对付太子妃 公主有些吃惊 猛然间回想到之前关于双系统的任务提示 猜想难道叶青城就是另一个穿越者 想让剧情按照原文走了吗 可还没等公主想明白 就又有人来造访公主府了 太监说国师大人把玄双姑娘给送了过来 还送来了一大堆补品 说是因为公主身边没有贴身婢妮伺候 有些事情难免不太方便 公主瞬间瞄懂 不过让玄双来贴身伺候她 和近身兼是有什么区别呢 玄双走了进来 参见了公主殿下 公主身旁的沈素素突然扑斥一笑 贴到公主耳边说 那国师看来很是紧张公主殿下 就连手下的猛将都送来给公主做婢妮 不过依她看来 公主的心思应该不在国师身上吧 公主吩咐玄双先退下 让沈素素展开讲讲 沈素素解释 之前公主说不喜欢玉将军 却转头就在祭祀大殿上提出比武招亲 可整个东陵都知道 宫里武功最高的非玉将军莫属 这不是希望玉将军上来比武吗 而且过几日 慕容刘连公子会在云海阁举办宴会 听说玉将军也会去 若是公主有意 她还可以给公主创造机会 突然 公主的任务界面亮了起来 要她在云海阁宴会的剧情内 找到真正杀害于夫人的凶手 公主有些奇怪 问杀害于夫人的凶手 她不是早就找到了吗 就是那个慕容榴莲呀 可系统却意味深长的一笑 告诉她答案错误 公主又问沈素素 她作为堂堂公主 那宴会里邀请的又都是谢公子哥 她若去的话恐怕有失体统 可沈素素却让她不必担心 让公主到时候装扮成蒙面舞鸡 没人能识破身份的 而且只要公主现在答应 她就立刻去为公主准备 公主点了点头 让她快去 可就在她离开时 静一脸得意地勾了勾嘴角 太后的嬷嬷曾吩咐她设计 将公主骗到隔庭之宴上 在当众揭穿公主的身份 让公主丢进皇家的脸面 这样太后就会答应 帮她得到太子殿下 可她不知道的是 她的这些小心思早已被公主看过 她是当朝唯一的公主 却天天被狐朋狗友算计 她明知道沈素素来找她试个坑 可任务却偏要她往坑里挑 让她必须去参加隔庭宴会 找出杀害于夫人的凶手 于是她答应了沈素素去停格宴会勾引于将军 而门外 一直暗恋着国师大人的玄霜 听到屋里的对话后 浑身散发出一股强烈的寒气 她家国师大人对公主一向生气 可公主不仅不闻不问 还转而投向另一个男人的怀抱 她走进房开始质问公主 说既然公主对于将军那么念念不忘 又何必与国师大人纠缠不清呢 公主饶有兴致地勾起嘴角 她也是第一次看到这冷落冰霜的小姐姐着急上火 于是决定再逗逗玄霜 只见她站起身 走到玄霜身边 解释她刚才只是匡骗沈素素 难道玄霜姑娘这就信了吗 国师长向俊美 权倾朝野 她又怎么会对那小小的玉将军念念不忘了 系统在一旁吐槽她 让她摸着良心在说话 这些哪是她的真心话 公主却回应到真不真心不重要 她主要是看冰山美人那一脸蒙圈的样子 感觉很有意思 公主眨巴起了她那晶莹剔透的大眼睛 还吟唱了起来 山无棱 江水节 也不愿与博师分离 玄霜强忍着怒气 暗骂她不知羞耻 可公主却说 自己还有更多不知羞耻的话 没和博师说呢 比如服侍三千 无碍有三 日月与博师 日为朝 月为暮 博师为朝朝暮暮 就在公主还在忘情吟失之际 玄霜发现博师竟然来了 她朝着博师恭敬一拜 公主顿时就愣住了 博师还凑到了她跟前问她怎么不说了 公主尴尬的笑了笑 问博师大人怎么来了 博师凑近公主那红得发烫的脸颊 说自己若不来 又怎会知道公主有这么多情话想对她说呢 公主慌忙摆手 解释自己刚才只是胡说的 只有戏捧在一旁笑公主自作孽不可活 博师看公主刚才还一副脚侠小狐狸的模样 怎么她一来就变成乖乖兔了 难道是害羞了吗 于是她吩咐玄霜先出去 待玄霜走后 她抬起公主的脸 细细迎道服侍三千 无碍有三 日月和暮暮 日为昭 月为暮 暮暮是心之所向身之所往 她知道公主害羞 但如今这里就只有他们两人 她想听公主还有哪些没来得及说出口的情话 公主情急之下 竟然大声解释到说自己刚刚不是真心的 只是故意逗弄玄霜说的 博师有些愣住了 问公主是认真的吗 公主沉下脸 告诉博师他们俩真的不合适 她还在心里暗暗想着 自己始终要回现实世界 她与博师的感情是不会有结果 博师微微醋眉 沉默了片刻后便转过身 让公主殿下好好休息 她就不打扰了 系统这时凑上前来告诉公主 看样子博师是不会再缠着她了 现在她开心了吗 可公主却并没有解脱的感觉 反倒是想一个人静止 一直被人捧在手心里蠢着的公主 这么久以来都没有发现自己对博师的姓名 只因她是从现实世界穿越过来的作者 认为爱上一个书中的人肯定是没有结果的 反正她完成任务后迟早要回到现实世界中去 她拒绝了一直深爱着她的博师 可博师离开后她却没有半分欢喜 脑海中反倒一直重复着博师的身影 几日后她与小太监在湖边散心 竟然刚好偶遇了博师和秦池涵两人 就在他们相互路过时 公主恭敬地跟博师行了个礼 哪见博师竟然用一副看陌生人的眼神看了她一眼 随后直接扭头离开 公主有些生气 对着博师的背影咆哮到她是个小心眼忌仇男 系统调侃她 之前博师宠她的时候她不要 现在博师恢复冷漠了她居然还嫌弃人家心眼小 她这是在CPU国师吗 秦池涵偷偷地回看了一眼身后气呼呼的公主 问国师是不是和公主冷战了 国师意味深长地回答道 某人甜得吃腻了想吃点苦的 能不满足一下吗 秦池涵哈哈大笑 问国师都多大年纪了还在玩玉琴故纵的戏码 小心顽脱把人吓跑了 可国师却一脸胜券在握的模样 没几日 就是廷歌宴会了 公主打扮成了蒙面舞姬前来与打扮成男子的沈素素会合 沈素素还友好的给她递上了一颗糖果 让她先垫垫肚子 可身为作者的公主其实早就知道 原书中就是因为公主吃下了这颗糖而昏迷不醒被人玷污的 现在她怎么可能中计呢 她对着系统使了个眼色 系统立马会移 贼到沈素素身边吹出了一口吸入就可以一泻千里的药 于是公主刚接过那颗糖果后没走几步 沈素素就感到腹部一阵剧痛想要一泻千里 于是她便让公主先进场 她一会儿就到 系统得意洋洋的指着那落荒而逃的沈素素 嘲笑这就是与她作对的下场 公主独自一人走进了宴会场 场上的面孔有不少朝廷令官 可最角落里的桌子那坐着的一名女子 公主怎么越看越像四皇子 公主定睛一看 这不就是四皇子本人吗 而旁边的那个男人 该不会就是五皇子吧 原书中五皇子常年身在军营 所以京城认识她的人并不多 而四皇子却花名在外 怪不得要假扮成这女子的模样 公主静止走到了这最偏僻的座位 朝着她的四哥五哥拘了一躬 问她们也是来调查于夫人的案子 这个娇媚柔弱的美人 竟然是王朝的四皇子 虽然她已经打扮成了这样 却还是被自己的妹妹认出来了 四皇子试探性地确认 在公主心中 她还是那个帅气风流的四哥吗 公主点点头 可这虚伪的笑却让四皇子一点也不信 她的衣服总是不老实地滑落 让她需要不停地去拉扯 公主一脸见兮兮地告诉她 这衣服就是要露出肩膀才显得娇媚 羞愤的四皇子直接就给了公主一击抱锤 随后一脸埋怨地瞪着身旁的五皇子 要不是五皇子非要拉着她来查 她怎么可能会穿女装 五皇子一脸木讷地问她怎么了 她却傲娇地撇过头 回到没事 想着毕竟自己比五皇子大 凡事忍一忍让一让也就过去了 这时 宴会的主角登场 慕容云流站上了舞台 在场的宾客们都知道她葫芦里究竟卖的什么样 于是便让她不必兜圈子直接进入正体 慕容云流告诉在场的各位宾客 都是她从西域花大价钱搞来的 牌子上市底价 价高准的 一鸣鸣娇艳的美人都被明码标价地架上了舞台 在这个大型的人口拍卖会上 朝廷命官们还在不停地抬高价格 期待着能拍到自己满意的女人 五皇子强忍着怒气抱怨着 之前旱灾时她让这些官员们捐赠银两 他们个个哭穷 现在倒是能拿出上千两银子买卖抑郁女子 真是可恨 公主也附和 当朝早就禁止了活人交易 而这些官员却知法犯法 她回去定要禀报太子哥哥 突然 她察觉到了一道诡异的视线 舞台上的一个黑衣人竟然一直在盯着她 煞时 黑衣人也察觉到了她的目光 转身溜走 公主猜出这人一定有鬼 于是便迅速起身追上 可她这一去却恰好落入了敌人的陷阱 正当她跑出宴会厅时 那黑衣人却已经消失不见了 忽然 她的身后出现了两个壮汉 还口口声声地邀请她来快活一把 公主看着面前这俩人的样貌竟然有些失望 吐槽沈素素找来玷污她的男人怎么就长这样 她活动活动关节就打算来替天行道一番 正当这两名壮汉色咪咪的贴近公主时 不远处突然飞带一颗石子正中壮汉的脑梦 一瞬间 两名壮汉就被解决 那黑衣人突然出现点住了公主的穴 下一秒 她就掐着公主的脖子得意地笑了起来 嘴里还喃喃着 终于找到你了 第108号 这串数字让公主瞬间就想到了那传闻中 用108个美貌女子制成太阴肉的秘密 于是一个不祥的猜想就出现在了她脑海里 难道这个黑衣人就是杀害于夫人的凶手吗 系统突然跳出来恭喜她终于找到了真正杀害了于夫人的凶手 还特别奖励她休息半个月 可以愉快地享受假期了 但这话就像放皮一样 她都快死了还怎么享受假期呢 可下一秒 不远处又飞来一颗石子直直地打在了黑衣人身上 原来是她的国师大人来了 穿越过来的公主乔装去抓凶手 结果却被凶手当场擒住 眼看着她马上就要被凶手活活掐死 幸好守护着她的国师及时赶到 就吓了她 侍卫们也马上就到 杀手顿绝大势不妙 于是迅速挥出一把粉末朝公主扔去 国师替公主挡下了 可杀手却在这个瞬间逃走了 国师立马吩咐人去追 随后便将公主的穴位解开 愤愤地质问她大晚上怎么能穿成这样 还一把将她搂紧 叫她别乱动也别说话 公主在心里犯着嘀咕 明明是国师问她话却又不让她说话 真是个傲娇鬼 不一会儿 国师便将公主带回了国师府 还告诫公主 犯人一刻没抓到 公主就一刻处在危险之中 所以待在她身边更安全 可公主一想到孤男寡女要待在一个房间 就感觉更不安全 于是便旁敲侧击地问国师 她住在这里 国师会不会不方便 没想国师却说 她方便自己就方便 公主无奈被抱回了府 而且还是国师的请殿 于是她在脑袋里越想越歪 难道今晚她就要真结不保了吗 国师将她放下 还问她两张床 想要睡哪儿 公主暗示自己还是比较想睡自己的床 正当她想要偷偷溜走时 国师又将她一把拎了起来 还告诫道 你敢走试试 于是公主又提议 自己要不去书房睡 显然 国师断然不会同意 公主只好妥协了下来 选择睡在小床 系统还在一旁圈她不要紧张 多往好处想想 两张床至少有一米多的距离 可公主却嫌弃这一米多完全不够用 还不是国师一个跨步的距离而已 国师静静地在茶台旁坐下 刚拿起茶杯的瞬间 却感觉自己的身体有些不对劲 不仅嗓子哑 心口也燥热的厉害 她立马回想到之前 那凶手制出的粉末可能有问题 这时另一旁的公主疲惫地打了个哈欠 她不明白国师为何看一个杯子 看了那么长时间 于是决定打个招呼 正当她要开口时 却突然察觉到了国师的一样 结果下一秒国师就站了起来 还直勾勾地盯着她 公主看国师现在的状态 简直就像被吓了药一样 于是也猛然回想到了 那凶手制出的粉末有问题 可现在已经来不及了 国师已经爬上了公主的床 她还红着脸清换着她的名字 一个是身中烈性媚药的国师大人 一个是国师爱而未得的一国公主 两人共处一世 都心跳不已 国师点住了公主的血 让她动弹不得 接着就靠到了她的脖梗边 让她不要乱动 公主紧张得心脏砰砰直跳 却浑身无法动弹 二人就保持着这个姿势 一直到了次日清晨 公主一觉醒来 就发现自己莫名跑到了国师的床上 不过幸好 她的衣服还是昨晚那套 婢女们刚好在此时进来给她梳妆 镜子前的系统却看着她无嘴偷笑 公主一脸不紧 结果下一秒她就在镜子前 看见了自己脖梗出的一排不整气红点 她慌忙捂住自己的脖梗 将婢女们都打了走 婢女们还在离开的路上便走便偷笑 公主一脸羞愤 她不明白昨晚到底发生了什么事 不一会儿 她便来到了大厅用膳 结果发现国师竟然也在这里 她不好意思地坐下 心里还不停祈祷 希望国师千万不要提起昨晚发生的事情 结果公主刚一坐下 国师就要跟她聊聊昨晚的事 公主用力扒饭 打断国师 说昨晚什么都没有发生的对吧 国师顺着话点了点头 也幸好她昨夜趁着清醒的时候 封住了自己的无感 否则真说不准会发生些什么 国师拿出了一瓶药 换公主过来上药 公主却有些疑问 说自己并没有受伤 为什么要上药 国师在自己的脖梗前比划了几下 问她确定没有吗 公主顿时又羞红了脸 连忙摆手说她自己来就好 可国师已经将药倒在了自己的指腹 说她自己怎么看得见 随后便细心地将药点在了她的脖梗处 抹完后公主对国师道了声谢谢 还问国师 昨晚的那个黑衣人抓到了吗 国师说并没有 还问公主是否知道 昨夜那个黑衣人是谁 公主回到 说那个黑衣人就是杀害于夫人 和其余106具女士的凶手 国师的表情突然严肃 呵斥公主明明知道 竟然还敢置身一人前往革庭宴会 若她昨日没有及时赶到 公主将会有多大的威胁 她又告诉公主 之前公主曾说要找到杀害于夫人的凶手才可杜劫 她一直记在心里 她本想等案子了结了再告诉公主 没想到公主竟敢以身犯险 这番话让公主听得有些感动 这明明是她骗国师的 没想到国师居然真的信了 公主自责地低下头 窃窃地问国师 真的相信她说自己是小仙女吗 就不怕她是骗子吗 可国师却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义正言辞地告诉她 我不介意你骗我一辈子 明知道公主是在骗自己 国师大人却还是义无反顾地爱上了公主 她甚至不介意公主骗她一辈子 公主有些脸红 调侃国师怎么这些撩人的情话张口就来 怪熟练的 可国师其实并非轻浮之人 她在心里暗自下定决心 时间还长 她定会让公主心丹情愿地看到她 走向她的 她告诉公主 昨日那偷袭公主的黑衣人已经抓住了 她还为昨晚将公主压倒在床的事情而道歉 公主让国师不必挂坏 毕竟国师也不是故意将她放倒的 而是为了救她而中药了 她尴尬地笑了笑 这凶手既然已经抓住了 想来也没什么人盯着她了 于是便对国师说 她就先行告退了 正当公主打算离开时 国师却淡淡地问了句 不复习了吗 公主身体一僵 她差点忘了还有着茶 于是接下来的时间 她就被带到了国师的书房里练字 可无论她写了多少遍 古人的笔法对于她这个现代人来说 还是很不熟练 她的字迹始终像小鸡掌挠过一般难看 她打算知难而退 于是变向身后的国师提议 不如现在先学点别的 字可以慢慢练 国师轻轻握住了她的手 在她耳边尼南 说本座教你 公主敏感的耳垂甚至可以感受到国师的气息 这令她瞬间面红耳赤 她感觉国师是在故意撩她 也不知道是不是错觉 国师突然问她热不热 脸怎么这么红 公主有些错愕 现在才四月的天 再热也热不到哪里去 国师这样问她 分明就是看她笑话 于是她傲娇的撇过头 说自己一点也不热 还冷 冷得很 国师轻笑 邪魅撩人的又说上了一句 那可要本座抱抱 抱抱就不冷啊 公主大惊 忙在脑中问系统 这真的是反派大老吗 原文中 国师可是心狠手辣冷血无情的人设 怎么会说出这么轻浮的话 系统摆摆手 告诉她 原先的人设只是纸片人的人设 现在的才是真正立体的国师 再说了 谁会面对喜欢的人心狠手辣呢 公主无奈地叹了口气 感慨在原文中 国师深爱着夜清诚时 也没见这么腻歪过 系统在一旁偷笑 说国师是懂她的 这只能说明她是喜欢腻歪的这一款 公主立马否认 说自己喜欢的明明是白衣翩翩 温润如玉的公子 才不是国师这种 系统仔细思考了一番 想想这个简单 给反派大佬换个色系 不就可以了吗 于是下一秒 国师果真就被换成了浅色系 原先的邪魅妖意少了不少 显得更加温润如玉了 这简直精准狙击了公主的心巴 关键这白衣飘飘的国师大人 还一把将公主揉入怀中 美其名曰帮公主暖暖身子 可就在如此好的氛围下 侍卫竟然来报 说秦迟寒来了 国师只好恋恋不舍地 放开了怀里的公主 而此时的公主 已经害羞地说不出一句话 公主和国师正腻歪的起劲 秦迟寒却突然驾到打断 关键这美好氛围被破坏的理由 还只是让国师抽空去宫中领个赏 国师眉头一簇 整张脸都写满了不爽 竟然就为了这点小事 而打断了他的大事 实在是不像话 国师扭头便要走 秦迟寒赶忙拉住他 继续解释 说半月后就是陛下的寿城了 届时北陵王子塔拉木会携使臣前来 明面上是来祝寿 实际上是来商议和亲一事 国师还是一脸不耐烦 问着北陵和亲关他什么事 秦迟寒嚷嚷着 问他是真不知道还是假不知道 他们国家就只有一位公主 这难道还没有任何关系吗 国师灵光一闪 问秦迟寒的意思 难道是让他尽快迎娶公主吗 秦迟寒一惊 立马否认 解释自己是让国师尽早放弃公主 还继续说 那公主恶贯满盈 他这个当兄弟的总不可能看着国师往火坑里跳 再说了 国师身居高位手握重拳 要什么样的女人没有 可国师却很笃定 说自己只要公主 秦迟寒问他值得吗 就为了公主那样一个草包 可国师却义正言辞地回道 爱一个人 是不问值不值得的 他其实从第一次见到公主时 就有一种很奇怪的感觉 好像他的存在就是为了公主 而公主也是为了他而存在的 秦迟寒赶忙摆手让国师打住 不然再说下去 他牙都要酸霉了 不过他告诫国师 塔拉木要来的事可得多注意些 别到时候媳妇被人拐跑了 国师满脸骄傲 难得对秦迟寒夸赞了一番 媳妇这个词不错 你这张嘴总算说了句人话 与此同时 公主已经坐上了不年 正在回府的路上 她的脑海里还是止不住地 重复着之前国师拥抱她的那一幕 心里还有些小路乱撞 系统见兮兮地跳出来调侃 说公主的心跳声 吵得她在万米之外都听见了 公主傲娇地撇过头 自洽地说自己心动又怎么了 面对一个极品帅男又宠又撩的公事 谁能不心动 可系统却意味深长地提醒了她一句 再犹豫的话 国师可要被别人抢走了 公主还在担心 自己若真的和国师在了一起 那她还能安心地回去现实世界吗 而此时 玉将军突然出现在了她的不宁边 玉将军曾仗着公主的宠爱恃宠而骄 而今公主对她爱达不理 她倒是越发对公主上心了起来 她看到了公主的不宁 于是恭敬地行了个礼 没想到公主却连看都不看她一眼 让她心里不免失落 这本是她梦寐以求的事情 可如今成了现实 她却一点也开心不起来 她一拳砸向了柱子 不明白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而此时的公主正一脸愁拢 系统还给她带来了一个更坏的消息 当前男主玉将军对女主叶青城的好感值 已经下降到20% 公主愁得抓狂 明明之前都还有40% 怎么一下子降了这么多 再这样下去 她到底要什么时候才能回到现实世界呢 系统提醒她 说那玉将军许是心里有了另一个人 公主不解 系统则举了个例子 说公主虽然嘴上说对国师不感兴趣 但心里还是会被国师打动的 那倘若现在国师转头去和别的女人亲亲吾吾 她会是什么感受呢 公主陷入了沉思 那大概会很失落和难受吧 系统意味深长地告诉她 人只有在逝去的时候才会知道自己曾经拥有过什么 但却为时晚矣 只能追回莫及 公主恍然大悟 问现在玉将军是终于看清了自己的内心 发现其实真正喜欢的是她吗 系统点点头 公主暗骂了一句玉将军渣男 失去之后才知道后悔 而系统却盯着她这副样子偷笑 各式国师也如她这番操作 还不知谁是渣男渣女呢 不一会儿 公主回到了府中 她头晕目眩泪的不行 只想好好泡个澡 她将衣袋随手一丢 就吩咐玄霜去帮她准备些热水 随后便将自己埋入了舒适柔软的大床 可她没注意到的是 房内竟然多了一个男人 九皇子扑斥一笑 她没想到自己的皇姐在寝宫 原来是这副样子 真是太可爱了 玄霜在一旁提醒公主注意一态 九皇子已经在此地恭候多时了 公主一愣 瞬间实话 难不成她刚刚那副死样子 都被九皇子看见了吗 她尴尬的笑了笑 招呼九皇子坐下 解释自己之前一直都在国师府复习 所以有些疲惫的不像话 九皇子却突然打断 问她是不是复习就要彻夜不归 公主回到 说是因为昨夜有歹人想要毒害她 为了安全她才在国师府留宿了一夜的 九皇子有些委屈 公主轻轻抚上了她的头 安慰她 可九皇子却突然震怒 像发现了什么似的 只勾勾盯着公主脖子上的红色印记 一脸严肃地问公主 是不是喜欢上国师大人 公主与国师待了整整一晚 结果一回来她的脖子上就带着三颗草莓 这让一向爱黏着她的九皇子看到后十分难过 忙问公主是不是喜欢国师大人 公主顿住了 摇了摇头 其实她也不知道 九皇子又问公主会不会不要自己 公主看出了九皇子的担心 是在害怕她有了新婚后 又会被她忽略 于是便温柔地摸着五皇子的头安慰道 我怎么会不要你呢 你可是我最喜欢的弟弟 五皇子心里意暖 恢复了可爱软萌的状态 她邀请公主明天陪她去游湖 公主当然一口就答应了下来 可系统却在一旁给她泼了盆凉水 提醒她距离复适可就只有半个月了 时间可是很珍贵的呢 而在另一边的太后府 毕则糟糕的消息传了进来 说是昨夜太子忽然带国失去了云海阁 慕容云留因私犯人口被抓紧了大理寺 就连他们安排去玷污公主的人也被抓了 太后立马吩咐摩摩 去叫人把那群被抓了的蠢货处理干净 而那个沈素素 看在七宇公主走得近的份上 先留着 但她要摩摩现在去告诫一番沈素素 该说什么不该说什么 要掂量清楚 次日 公主就与九皇子一起来到城外游湖 两人刚下轿 就看到不远处也停着一架轿子 公主甚至还很眼熟 于是便问太监 今日可还有其他人来游湖 太监回话 说是国师大人和秦池涵大人也都来了 公主往不远处看去 果然都在 可国师对面怎么会坐着一个美貌女子 这让公主不禁想到系统曾提醒她的话 若是一直深爱着她的国师突然转头和别的女人轻轻吾吾 她该怎么办 公主顿时正着了 步子不自觉地往国师那边走去 心里却在想着 自己会不会和玉将军一样 直到失去了才知道珍惜吗 可当她一回神 竟然直接就迎上了国师的目光 一向深爱着公主的国师身前竟然坐着另一个女人 一直与国师暧昧不明的公主看到后竟直接试了神 脚不自觉地往国师那边走去 她害怕自己会不会像别人那样失去了才懂得珍惜 直到回神后对上了国师的眼 才发现原来是虚惊一场 国师对面的那个女人罗年初 恭敬地朝她行礼 公主松了一口气 原书中罗年初是秦池涵的官配 看来不会影响她和国师的CP 国师突然抓住了她的手 将她拉到身边来坐 可大庭广众下这么暧昧的举动 让她瞬间又红了脸 国师还给她端上了一杯特制的茶 听说是甜的 她应该会喜欢 她想过国师曾对她说过 幼时就失去了味觉 心中不免生起一阵酸楚 想来这么多年 国师吃什么东西肯定都是寡淡无味的 到底是怎么熬过来的呢 想着想着 她的手莫名摸上了国师的手 紧紧相扣起来 仿佛是在安慰国师 国师欣慰一笑 难得公主对她主动了一次 一旁的九皇子看到后却十分不爽 就是因为国师总把她黄姐弄脸红 所以她才一点都不喜欢国师 可她黄姐好像喜欢 虽然她黄姐昨晚说不知道 可是她看得出来肯定是喜欢的 秦池涵突然起身 面对公主和国师无视场合的撒狗粮 一脸嫌弃 上次是让她酸掉牙 这次是甜掉牙 反正该说的也都说完了 她就决定先回去了 等秦池涵带着罗年初离开后 九皇子就突然走了上岸 还在公主的另一旁坐下了 导致公主被两个大男人夹在当中 两个男人还都不看其他的就看着她 气氛甚是古怪 公主正想打破尴尬 九皇子却突然剧烈地咳嗽了起来 太监解释 说是因为九皇子身体虚弱 太医还吩咐过不能吹风 可九皇子就是不听 九皇子恶狠狠地瞪了太监一眼 让她闭嘴 公主却一脸担心 要亲自送九皇子回去 而九皇子却在担心公主 若是因为自己的原因 让她皇姐都没跟国师说上几句话 她皇姐心里肯定会难受的 虽然她不喜欢国师 但谁让她皇姐喜欢呢 于是便让公主不用送了 她自己回去就可以 公主还是好好留下陪国师吧 公主奇怪 这九皇子平时一向是罪念她的 今天到底是怎么了 国师却调侃道 九皇子最近真是愈发懂事了 公主怯怯地坐下 下一秒 竟然脸红心跳地伸出手问国师 还要继续牵着吗 国师这是头一次见公主如此主动 直接就愣住了 公主见国师没有回答 害羞地将手收回 还埋怨到不牵就算了 国师回过神 直接拉上了公主的手 两人食指相扣 气氛不仅暧昧而且异常安静 这让公主有些不习惯 平日里国师的话可多了 这会儿怎么都不说话了呢 百战百胜的撩亡国师大人 终于跟公主在一起了 公主第一次主动牵她的手 竟然让她脸红到了耳根 公主也是头一次见到害羞的国师 没想到这种大反派居然也会脸红 明明之前撩人的情话张口就来 国师突然问她 要不要一起去游湖 公主还有些愣神 就被国师拉走了 而且乍一看 国师的耳朵竟然这么快就不红了 两人呈上了一只小粥 公主高兴地看着湖里美丽的莲花 正想要采摘 国师却先她一步把花摘走了 她伸手想要抢回来 可身体一个不稳 竟让她扑倒在了国师怀里 还吻上了国师的唇 她慌忙后退 羞红着脸解释自己不是故意的 可国师却说 我是故意的 还进一步地逼近她 问 我想亲你 可以吗 公主有些错愕 国师之前强吻过她那么多次 怎么这次还会征求她的意见了呢 可还没等公主回答 国师就默认为她同意了 于是直接吻上了她 还将她的腰只搂紧 公主被吻得差点要窒息了过去 国师才恋恋不舍地放过了她 还亲切地提醒她 下次要记得换妻哦 公主抱着怀里的莲花害羞地低着头 她真希望要是能一直这样下去就好了 于是便在心里问系统 等她回到现实世界后 国师还会记得她吗 系统很决绝地告诉她当然不会 故事就是故事 公主很失落 心想等自己回到现实世界后 国师肯定就会对别的女子动心 带别的女子游户范舟 给别的女子摘花 想着想着 心里的粗意让她不自觉地哭了起来 国师担心地问她这是怎么了 公主只好借口说是自己眼睛进沙子了 国师捧起她的脸 轻轻给她吹唇 她盯着国师的薄唇 想到这是人所说 薄唇的人薄情 若是她走了 国师肯定会很快就忘记她的吧 国师突然问公主 为何这般盯着她的唇看 公主脱口而出 说自己想亲她 她主动吻上了国师 决定就由心一词 反正这段记忆只有她一人拥有 何不顺心而为呢 公主多次地主动彻底挑起了国师的兴趣 她起身问公主 既然亲也亲了 抱也抱了 是不是也该给她个名分了 她付到公主耳边 喃喃着 娘子 为父想听你喊声相公 公主只是跟国师表了个白 结果就莫名确认了夫妻关系 国师还要公主喊声相公来听听 公主连忙害羞地拒绝 借口说船上还有玄钊和小太监呢 被他们听见了不好 结果玄钊和小太监立马拾去地转头 表示他们听不见 不过他们才刚松一口气 就听见背后传来了国师撒娇的声音 说娘子 你喊一声好不好吗 公主捂住嘴 继续表示拒绝 国师只好让步 她知道公主害羞 于是便让公主等没有人的时候再喊 不过说吧 还在公主脸上用力巴唧了一口 可公主突然像想起了什么似的 说她的父皇今日设宴 要犒赏之前侦破了云海阁案件的功臣们 现在时辰也不早了 让国师也赶紧过去领赏吧 国师却一把将她搂过 紧紧抱在怀里 对于国师来说 她更想多陪公主一会儿 领赏之事不着急 时间过去了两久 宴会也即将开始 而会场上的玉将军 却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 脑子里一遍遍地过着公主 拒绝她时的模样 这反常的一幕 甚至还引人议论了起来 毕竟今日陛下设宴款待 也没见谁像玉将军 这般猛贯自己酒呢 这时 国师大人驾到 玉将军一听到 国师的名字就突然顿住 面前这人就是那身居高位的国师 一人之下万人之上 深得陛下的信任 只是他不明白 国师既然拥有这滔天的权势地位 又何必非要跟他抢公主呢 而国师也发现了 正在目不转睛盯着他的玉将军 心里泛起了嘀咕 想着玉将军长得没他好 身材也没他好 连官职也比不上他 真不知道公主以前 是怎么看上这人的 除了他 谁都配不上公主 国师入座 皇帝陛下开始主持宴会了 可宴会才刚开始 国师就发起了呆 他又想公主了 也不知道公主现在在做什么 而远在公主府的公主 突然打了个喷嚏 也不知道是谁在想他 他正在艰苦地刷题 为即将到来的考试做准备 但这题简直比现实世界的高考还难 于是他便吩咐太监 赶紧去帮他拿些核桃果 给他补补脑 这时 一只信哥突然飞进了他房内 还带来了一首藏头诗 公主突然心醒 以为这是国师的信 约他在城楼见面 可转念一想 又觉得不对 他记得自己从未给国师送过信哥 那为何这鸽子会认得来他这的路呢 他记得原文里 公主似乎只给玉将军送过信哥 那难不成 这封信是玉将军写的吗 玉将军竟然伪装成国师给公主写情诗 约公主见面 却被公主当场识破 他愤怒地骂玉将军是个渣男 毕竟他的国师大人才不会写这些庸俗的情诗呢 可国师虽然不会写情书 但会翻墙入寝 只见国师突然醉醺醺的出现在了他身后 还倒在了他怀里 嘴里还喃喃着 娘子 为父终于找到你了 他好不容易把国师撑起来 就看见了国师满身酒气神志不清的样子 他努力把国师扛到了床上安置好 让其在这些流速一晚 可国师却一点也不老实 还拉扯着他的手 要他赔睡 他开始想歪 这赔睡到底是赔着睡哪种觉呢 国师解释 说自己只是想抱着他睡而已 他松了口气 感叹幸好不是自己之前想的那种觉 他爬上床 静静地躺在国师怀里 任由国师嗅着他发丝的香味 他看着国师这熟睡的样子 竟然觉得有些可爱 甚至忍不住在国师额头留下了一吻 次日 国师睡醒后睁开了眼 却惊讶地发现他睡的竟然不是自己的床 于是回想到昨日 他好像被皇帝陛下灌醉到不省人事 便疯狂回想自己该不会做了什么不得了的事吧 这时 公主走了进来 还给他端来了醒酒汤 他看到公主今日走路正常 便松了口气 看来自己昨晚并没有做什么事 公主把醒酒汤放在了桌上 他也起身缓缓走近 贴近公主的脸 问公主他的衣服跑哪去了 公主解释 说国师昨晚一身酒味 于是他便让太监给国师脱了 还让人去国师府寻了套衣服过来 国师满意地在他脸上多激一口 还说道谢谢娘子 公主害羞地后退 借口说自己先出去了 国师赶紧把衣服换上 可这时太监前来禀报 说太子殿下四皇子五皇子来了 公主吓了一跳 连忙把国师拖走 要是让他的哥哥们看见国师在他这儿 还是一副刚睡醒的模样 肯定会骂死他的 他找了个衣柜就把国师给塞了进去 现在时间紧迫 他让国师先在柜子里躲一躲 还给国师拿上了替换的衣服 国师却有些纳闷 问公主他就这么见不得人吗 可下一秒 公主就直接吻上了他 安慰他 就委屈委屈了 国师还想说些什么 结果衣柜就趴得一声关上了 国师无奈地叹了口气 想着公主对他也真是狠心 随后 公主就匆忙迎上了他的哥哥们 还窃窃地问他们此次前来有什么事 四皇子开口 说他们当然是小皇妹了 前几日他招呼都不打一声就回宫了 可把他们这些哥哥都给急坏了 说吧 手还拍了一下桌子 随后他们就赫然注意到 这桌上怎么放了一碗醒酒汤 国师喝醉了酒 在公主的房内留宿了一夜 次日醒来后 公主还好心给国师端来了一碗醒酒汤 结果下一秒 公主的哥哥们刚好都前来看他了 他被吓得将国师塞进了衣柜 本以为一切天衣无缝 结果桌上那碗突兀的醒酒汤 却引起了四皇子的注意 公主赶忙解释说是自己昨晚喝了点小酒 一早起来有些头疼 就让人弄了碗醒酒汤过来 太子有些迟疑 问他怎么大晚上喝酒 而公主却理直气壮 说自己就是喜欢大晚上喝酒 太子将醒酒汤接过 叮嘱他下次少喝点 喝酒伤身 随后便让他快把这醒酒汤喝了吧 公主看着这醒酒汤浑身发麻 闻了闻 一股强烈的恶臭就钻入他的鼻腔 他豁出去了 闭着眼睛把这碗汤一口给闷了 他没想到醒酒汤居然是这种怪味 真的太难喝了 可喝完后 他愣愣地看着他的哥哥们心想怎么还不走 而且四皇子怎么还在他房内坐下来了 四皇子突然开口 说其实他们三位皇兄这次一起过来是有一事想问 就是他的终生大事 随后便问他现在与国师相处的如何 公主一愣 呆呆地回答挺好的 太子又继续追问 说国师能接受玉将军的存在吗 公主不解 问这关玉将军什么事 太子解释 说玉将军昨夜醉了酒 在城门上喊了一页他的名字 公主顿了顿 一脸嫌弃 说玉将军喊得关他什么事 也不嫌丢人 四皇子不解 说怎么不关他的事 他之前不是说要后宫三千难宠的吗 公主顿觉晴天霹雳 而身后的衣柜也是突然传出一声闷响 公主吓了一跳 他知道国师肯定听见了 四皇子听到衣柜异常的动静 想要前去查看一番 公主急得手忙脚乱 若是被他的哥哥们发现 国师被他藏在柜子里 他可就彻底凉凉了 于是他一个箭步冲到四皇子身前 现一步将衣柜打开 凑到衣柜里祈求国师别闹了 随后再跟四皇子解释说 是他养的小白熟了 四皇子听后立刻在身上拍来拍去 太子也突然变得一脸嫌恶 呵斥公主下次若再养这些稀奇古怪的玩意儿 就让嬷嬷好好教教他皇室里 而公主一脸俏皮 他知道四皇子和太子都讨厌老鼠 所以才用的这招 现在他终于把哥哥们给送走了 当然 除了五皇子 因为五皇子常年在军营 不怕老鼠 五皇子突然问公主 喜欢那只小白熟吗 公主一愣 看了看衣柜里的国师 这是他挑的男人 就算是簇钢也只能宠着了 他点了点头 闭脸欣慰地告诉五皇子 喜欢 五皇子宠溺的眯眼一笑 说喜欢就好好养着吧 太子和四皇子那边他来说 随后也离开了府 公主刚想松口气 不料衣柜里突然伸出一只大手 直接把他给拽了进去 随着衣柜门砰的一声关上 就听见里面不停传来一阵乌乌叶叶的声音 博师吃醋把公主拽进了衣柜 出来后 公主的脖子上竟多了两道咬痕 就连太监瞄到后都忍不住吐槽一句博师狂野 公主知道太监看到了 但却丝毫不在意 只是说他待会儿涂点活血花瘀的药膏就好了 太监窃窃地问 公主就没有什么要和他说的吗 他不小心窥见了公主与博师私下相处 难道公主就不该警告他 不得走漏消息吗 公主淡淡地问道 那你会说出去吗 太监疯狂摇头 于是公主便理所当然地拍了拍手 说自己相信他 太监受宠若惊 直接就给公主跪下了 毕正言辞的表忠心 说自己这条命是公主救的 又承蒙了公主的信愿 往后他必定为公主赴汤蹈火 打去湿地回应了他几句 随后就有人来报 说沈素素求见 公主一愣 心想自己都还没过去找他算账 他反倒先过来了 便让他进来 不一会儿 沈素素就到了 他礼貌地鞠了一躬 凑到公主身边 说自己上次在云海阁的时候肚子实在太疼了 等回来就发现整座楼都被封了 问公主可没出什么事吧 公主摇摇头 说自己堂堂一国公主 能出什么事 沈素素有些纳闷 心想自己都已经骗了公主吃了糖 那糖只要御酒便会化作情赌 难道公主都没喝酒吗 不过还好 太后早已有了后招 她突然问公主 最近复习的怎么样了 公主打发了句说还行 随后她便抽出了藏在秀里的小纸条 这是太后的贴身摸摸给她的复试答案 让她想办法藏进公主的书房 而公主看到沈素素眼神有理 猜出肯定又在谋划些什么阴谋 她看着手中的书卷 猜想肯定是跟考试有关 难道说 沈素素是想污蔑她舞弊吗 她记得原文中 此事激起了名分 导致国家根基不稳 她还被罚去守皇陵三年 所以这次 她绝不会让这事情再度发生 恰巧 国师在这会儿来了 公主有些犯愁 心想难道做国师一天天的都这么闲的吗 国师直接握上了公主的手 说她是特意来看看公主的 顺便检查功课 而沈素素看着两人如此轻易的样子 心想难道宫里那公主和国师的传闻是真的吗 她的极度心越来越强 不服公主怎么能配上这么完美的男人 肯定是国师被公主的皮囊蒙蔽了 她非要揭穿公主不可 她故意叹了口气 说玉将军思念公主成疾 病得好重好重 还夹着嗓子说 公主对玉将军那么深情 难道公主不去康康玉将军吗 公主无语 她早知道那玉将军是自己喝醉了才跑去城楼吹冷风的 就算病死了也跟她没半毛钱关系 而且沈素素竟敢在反派大脑面前说话做小家子 活腻了吧 这可不 下一秒 国师就起身实力护妻 怒斥沈素素竟然在公主面前如此造作的说话 若再敢造次 就命人把她舌头拔了 沈素素害怕的后退 撞进了玄召怀里 玄召驱赶她 说国师与公主有要事相伤 闲杂人等请离开 表情严肃 语气中夹杂着怒火 让沈素素直接就被吓跑了 公主在一旁偷笑 看着面前的国师 竟然直接贴了上去 角柔造作的说 黄苏苏 那你喜不喜翻轮家这样子说话呀 公主竟然主动凑到国师怀里 嘴里喃喃着 黄苏苏 你喜不喜翻轮家这样子说话呀 国师却反撩了起来 捏起了公主的下巴 说她舌头似乎出了点问题 需要好好检查一下了 于是下一秒 国师就吻上了她的唇 仔细检查着她的舌头 半晌才放过她 公主在心里埋怨自己 她这是在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吗 而国师看公主这般看着她 便挑逗适的问她难道还想再亲一次吗 公主赶紧捂住自己的嘴摇头 接下来国师敬一把将公主揽过 放到自己的腿上 公主害羞地问国师 说现在他们俩算是那种关系吗 他还有些困惑 因为他俩现在这情况放在三次元里 应该算是交往吧 可国师却还没对他正儿八经地表不白呢 国师调侃道 说他们每日谈情说爱 公主却还说不清楚他们之间的关系 看来 他还得更明显一点才行啊 他圈住公主的细腰 指负在公主腰间摩缩 公主的脸瞬间红到爆炸 解释说自己已经知道了 并且非常清楚了 国师满意地点点头 吩咐他知道了的话以后 就别喊自己皇叔或者国师了 试着喊名字 公主一愣 心想这要怎么喊 地灵渊 灵渊还是渊渊呢 这也太肉麻了吧 国师突然说 若是他不想喊名字 那叫相公也可以 公主一脸羞愤 急忙喊出一声阿渊 国师宠溺地摸了摸他的头 夸赞他不错 随后国师竟然饶有兴致地翻看起了他的作业 公主心想 他记得国师好像也是副氏的主考官之一 根据之前沈素素故意将副氏考试答案塞到他里 想要栽赃他的情况来看 这次的题目可能早已泄露 若是国师能帮他那也能省事不少 于是他试探性地问国师 说自己昨夜做了一个梦 梦见考题泄露 公主竟然试探性地问国师 说自己昨夜做了一个梦 梦见考题泄露 于是金中丸裤子弟买到答案 个个满分 反倒将那些苦毒的寒门学子挤了下来 因为之前沈素素将副氏的答案塞到了他这儿 想要污蔑他作弊被他发现了 所以他敢断定 此次副氏肯定有鬼 国师勾唇一笑 问他若这是当真发生 他会如何处理呢 公主私存了片刻 回到说自然是重新拟定考题 将损失降到最低 不过重新拟定考题并非一时 考题也是他父皇选的 所以要怎样才能让他父皇相信这个梦 并且更换考题呢 国师的笑容逐渐邪媚 还靠到了公主的肩上 说只要公主亲他一下 他就告诉公主怎么做 而公主却愣在了原地 害羞到不敢动他 国师想罢山不动就我 我便去救山 便主动吻上了公主的唇 随后告诉公主 说为了防止意外情况出现 礼部每年都会被两份考题 可公主听后依旧疑惑 说哪怕是第二份考题 也得要他父皇同意才能用吧 国师接着又斜斜一笑 要公主再亲他一下 他再告诉公主 这时公主却生气了 嚷嚷着国师还真是蹬鼻子上脸 结果国师竟然用起了激将法 问公主可是不敢亲吗 公主顿时有些不服气 便主动蒙住了国师的眼睛 说人在黑暗里 触觉的感受会被放大 还问国师想不想试试 国师的脸瞬间羞红 心跳也开始加速 嘴里喘着粗气叫公主别闹了 公主却一脸天真 还故意大声说 国师的耳朵竟然红了眼 国师羞愤的立刻捂住了公主的眼 说他看错了 可公主却一脸得意 说国师捂着他的眼睛也没用 他看到了 国师的脸就是红了 而且他还用手按住国师的脸颊 说着真烫 嘲讽原来堂堂国师大人也会害羞呢 国师握住他的手 警告他若再这样 自己可要生气了 可不远处的玄钊看着国师这副样子倒在心里吐槽 国师大人笑成这样 哪有半点生气的模样 随后玄钊便前去打断了国师和公主这无比暧昧氛围 而公主一看竟然有人 吓了一跳 慌忙扑进了国师怀里 而国师前一秒还温柔地安抚着公主 眼里仿佛能挤出蜜来 可下一秒看向玄钊时 这冷若冰霜的眼神差点没把玄钊冻死 冷冷地问他何事 玄钊解释 说国师现在该走了 已经生死了 国师随意打发了举 让玄钊先出去候着 而公主扑在国师怀里脸依旧羞红的不行 心想刚才自己调戏国师的样子肯定全被玄钊看到 那他的仪式英明不就全毁了吗 国师看着他的眼睛调侃道 说他刚才胆子那么大 怎么现在却脸红了 该不会是敢做不敢认吧 公主一脸羞愤 气呼呼地叫国师赶紧把手拿开 他要起来 国师却叫公主先别着急 听他把话说完 梦境知识他会拙人调查的 至于第二份考卷就在他这里 若是梦境知识属实 他自会调换处理的 公主一愣 吃惊地看着国师 问他真的相信自己说的梦境吗 公主扯个蛋 国师都能深信不疑 更何况是公主随口编的梦境 系统都说了 国师可是连公主说自己是个仙女这种鬼话都能信的人 还有什么不信的呢 国师继续聊播 说公主若能将他哄高兴了 说不定他一个色字当头 连第二份试卷的答案都能完整奉上了 公主一惊 心想国师难道是想帮他作弊吗 他一口回绝了 说若自己作弊了 那和那些花钱买考题的顽固弟子有何不同 他好歹也准备了这么长时间 是骡子是马总得拉出来溜溜 国师欣慰地摸了摸他的头 夸他有志气 实践如白居过系班来到了三日后考试的日子 公主还有些紧张 嘴里不停喃喃着复习的段落 可这时却有一个红衣女子上前搭话嘲讽他 公主记得 这是李凤安 太后的亲子女 在原书中 太后设计他去北陵和亲时 不料最后的和亲人选 却变成了太后的亲子女李凤安 而且在去往和亲的路上 李凤安暴毙而亡 看来又是个被他写死的女人啊 李凤安被他这样盯着有些害怕 怒骂他这是什么眼神 而公主竟然勾起他的脸蛋 斜斜地说道别害怕 难道本公主还能吃了你不成 李凤安迅速后退 嘴里还叨叨着自己才不怕呢 怕的应该是他这个草包公主吧 都已经是第二次考试了 若还考不过 只怕会成为天家之耻吧 谁知下一秒 李凤安就被他扼住了脖子 质问道 草包公主 天家之耻 李凤安似乎完全没有危机意识 肯定的说了句本来就是 还让他问问在场的学子 谁不是这般看他的 公主视线微转 质问在场的学子 还有谁是这般看他的 站出来让他瞧瞧 可在场的学子因为惧怕公主的地位 个个都恨不得躲得远远的 公主放开了李凤安 嘲讽他们平日里骂他骂得那么欢 现在竟然一个敢做敢当的人都没有 公主嚣张跋扈暴虐无道 金玉其外败续其中 他们私底下肯定是这样说他的吧 可人都说 知错能改善莫大焉 若他想改呢 在场的学子们听了这番话都吃了一惊 以为公主只是在动动嘴皮子而已 毕竟江山一改本性难移 可谁料公主竟当众力是 说从金玉其喜心革面 痛改前非 至于行动 他们应该很快就能看到 李凤安眉头一蹴 心想公主又想玩什么把戏 而不远处的玉将军看到了这时的公主 竟被深深的吸引了 也不知公主到底是从什么时候起 竟然变得如此夺目的 可这时 叶清成却找上了他 还特地带来了糕点和茶水 给在考场外职守的他解解法 玉将军直接拒绝了叶清成的好意 借口说自己刚吃过早饭 还不饿 叶清成不悦 心想玉将军对他的好感度莫名掉了20%不说 最近还对他如此冷淡 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他又约玉将军明日去看海棠 听说这几日海棠花开得极好 可又被玉将军推辞了 还很直接地告诉他 说自己已经心有所属 不方便和他一起看海棠 叶清成心想玉将军的周围也没别的女人 于是便向玉将军确认 是公主吗 玉将军点点头 叶清成忍不住在心中吐槽 这玉将军可真是个贱骨头 公主当时巴巴地追玉将军 玉将军看都不看一眼 现在反倒是念念不忘了 不过在这本书里 他才是女主角 又有谁规定他的男主只能是玉将军呢 小绿茶川书成了白莲花女主 可本该喜欢他的男主玉将军 却莫名爱上了公主 叶清成不服气 因为在原书中若不是他费尽心思帮玉将军上位 那玉将军恐怕到死都只是个小小将军 而现在竟然敢看不上他 真是笑话 他决定贝利系统的任务去攻略国师大人 等他成了国师夫人后 有的是玉将军巴结的时候 与此同时 国师正在考场外的马车上静待公主的归来 叶清成突然跑了过来 嚷嚷着要见国师大人 玉将很不客气地叫他走开 让他十分不满 心想一个小小的侍卫竟也敢对他如此无理 看他攻略完国师后怎么收拾这人 国师的声音从马车内传来 问玉将何时喧闹 这声音低沉而富有雌性 引得叶清成心动 就算是被这样一个有魅力的男人囚禁 他也心甘情愿 玉将刚想回禀 叶清成就先一步打断 说自己有事要告知国师大人 国师掀起车帘 冷冷地看了他一眼 而他看到国师后便激动地想要迎上去 国师脸色一沉 让他滚开 叶清成正住了 他在原书中可是国师费尽心机都想要得到的女人 现在怎会对他这般冷漠呢 国师伸手便要去拉车帘 叶清成不服气 冲上来大叫着 问国师大人难道不好奇公主 是如何背着他与玉将军纠缠不清的吗 国师一顿 叶清成则以为国师是在意这个了 毕竟男人嘛 有几个愿意被戴绿帽了 他告诉国师 说自己知道国师大人喜欢公主 可公主是非良人 不仅背着国师大人与玉将军纠缠不清 还对国师大人假意欺骗处处利用 国师突然勾起唇角 看向叶清成的身后 说你觉得呢 叶清成还没反应过来 公主就突然出现在了他身后 还要他和自己好好说说 怎么就和玉将军纠缠不清了呢 国师直接无视他 伸出手迎接公主 让公主别为了无关紧要的人坏了心情 这脸色 可刚才看向叶清成时简直判若两人 两人食指交握 叶清成很是吃惊 他记得袁淑中国师大人洁癖严重 就算再怎么喜欢他这个女主 也不曾碰过他一分一毫 如今竟然和公主食指交握 这怎么可能 国师突然命令玄召把无关人等清理干净 而叶清成上一秒还在嚎叫 下一秒便被玄召扰住了喉咙 警告他快滚 随后便被嫌弃地甩到了一边 叶清成看着渐行渐远的马车在心里不解 明明袁淑中国师大人喜欢的是他呀 怎么会是公主呢 马车上 公主皱着眉头仔细端向着国师的脸 国师一脸疑问地看向他 问他这是怎么了 公主不爽地嘟囔着 说自己就是觉得国师长得好看 容易招惹桃花呢 国师一把揉过他的腰 知道他是吃错了 便贴着他的脸告诉他 本座在好看 也只属于女艺人 公主满脸羞红 心想国师现在说情话张口就来 都快把他比下去了 这时 神助公系统给他送来了土味情话宝典 让他随便说 保证不重样 公主吐槽 这几个情话也太土了吧 于是便自己临场编了一个 问国师能不能给他洗个东西啊 国师一愣 问他什么东西 结果下一秒公主就说 喜欢我呀 国师被撩得呆滞了两秒 竟扑斥一声笑了出来 转而又问公主 知道他做事为什么十拿九稳吗 公主不解 问他为何 国师抬起公主的下巴 深情款款地说道 因为少你一稳 说吧 便稳了上去 公主完败 国师竟对公主标起了土味情话 还问公主知道他为什么做事总是十拿九稳吗 他稳上了公主 因为少公主这一稳 公主则对他为何会这么多情话表示质疑 难道是经常对别的女人说吗 国师摸着公主的头向其保证 只有公主一个而已 只是秦迟涵每日看见姑娘都会说些不着调的话 他又与秦迟涵常待在一起 耳濡目染自然也学了些 公主气鼓鼓 在心里暗骂了几句那该死的秦迟涵 与此同时 正美滋滋喝着茶的秦迟涵突然连打了好几个喷嚏 也不知谁在骂他 管家前来禀报 说罗姑娘不愿过来用饭 秦迟涵大手一挥 假装不在意地叨叨着不吃就不吃 还让厨房的人以后也别给那丫头做吃的了 看罗年初的骨头能硬到什么时候 可他看了看面前丰盛的饭菜 又借口说自己没胃口 要管家把这些饭菜端到罗年初的院子里去吃 不一会儿 他当来到罗年初的院子就看到了七个人在黯然神伤 只不过在看见了他后 悲伤即刻转化成怒意 扭头就要走 秦迟涵嘴里叨叨着 罗姑娘就是这么对待救命恩人的吗 罗年初顿了顿 转头嘲讽秦迟涵这样也算救他吗 看来秦大人颠倒黑白的能力是愈发炉火纯青了 秦迟涵狠狠抵住了他的脸之问道 说他爹可害死了自己全家 而自己大发慈悲地留了他一命 还让他吃好喝好住在秦府 难道还不算救了他的命吗 自己也是好不容易寻到了一只甚合自己心意的鸟 至于他脚上绑的锁链 当然也是为了防止他轻易飞走了 罗年初一把将手抽回 秦迟涵则无赖地搂上了他的柳腰 告诫他瘦成这样 可要多吃点才是 罗年初愤愤地问他到底想干什么 秦迟涵轻轻一挥手招呼管家 说自己只是想请罗姑娘吃顿饭而已 罗年初在他怀里挣扎着 说自己不吃 秦迟涵再次威胁 问他还想知道罗将军的遗言吗 罗年初不满 愤愤地拿出一块白布 质问到上次秦迟涵也是以他爹的遗言为耳 诱他去游湖 结果就只给了他这块白布 所以这次 他不会再相信了 白布被狠狠丢到了地上 秦迟涵则惋惜地将他捡起 解释说罗姑娘误会他了 他给的确实是货真价实的遗书 他拿出另一块带写字的白布 与被扔下的白布合在一起 确实能对上 罗年初认的 这是他爹的自己 他想伸手去拿 秦迟涵却故意不给 还调侃他不问自取是为贼 他乃是大家闺秀 家教严谨 想必也不是偷贼之流 说吧 秦迟涵便一把抱起了他 要带他去好好吃饭 小说作者川叔怕忘记剧情 竟然用英语把故事的进展和细节都记录了下来 这不仅方便而且保密 白衣旁的小太监看得一愣一愣的 还以为他是在作画吗 他一个人细细地撕存着 因为现在的女主叶青城 已经完全不是他笔下那个小可爱了 若继续通过撮合叶青城和玉将军 来帮助他回到现实世界 似乎不大可能 还是得找别的方法 不过 若国师大人也能和他一起回现实世界就好了 到时候可以让国师入坠 他们就可以一辈子在一起了 突然 玄双前来禀报说出大事了 众多学子在宫门聚集 称公主殿下他收买考官 买卖试题答案 都嚷嚷着要见公主呢 公主勾唇一笑 似乎早有预料 他倒要看看这些人还能整些什么幺蛾子传 宫门外 数名考生聚集在此正弹劾着公主的品德 更有为首的一名书生煽动考生们 咒骂着如此恶毒的女人根本不配为公主 众考生们附和 一同嚷嚷着公主得不配为 场面愈演愈烈 可就在这时 公主竟直接从门内走了出来 看到公主这一刻 众人无疑都愣住了 议论着明明传闻中公主穿的花枝招展 面容尖酸刻薄 出行带百人随从 可这面前的公主和传言中的却完全不一样 公主直接给出结论 说传闻不可尽兴 而为首的书生见考生们声势弱了 便开始逼问公主 说她贿赂考官和买卖试题答案总是真的吧 有考生在公文馆都看见了试题答案 和他们这次做的考题一模一样 公主反问了一句 说他们真的亲眼看见试题答案了吗 考生们开始议论纷纷 你看看我我看看你 似乎谁也没真的亲眼看过那答案 都只是听说的 书生自觉理亏 无理取闹说就算没有亲眼看见 这事也假不了 公主倒也没急于辩解 因为她知道 无论她现在怎么解释 都会被考生们认为她是在故意捏造证据 她告诉众人 说自己早在来此之前 就已将此事上报给了大理寺 御锦司和刑司阁 纵使是手眼通天之人 也不可能串通三思吧 所以在明日午时 她会在大理寺公开庭审 还诚挚地邀请各位质疑她的人前来听一听 虽然话已经说到这份上了 可依旧还有考生不幸 以为公主是在贼喊捉贼 公主冷冷地扫了这些跟风的考生们一眼 严肃声明 天子犯法与庶民同罪 律法绝不是一纸空文 更不容任何人诋毁见她 此话一出 人群中顿时有百姓拍手叫好 他们相信公主 说自己愿意站在公主这一边 公主欣慰一笑 既然如此 那她就更不会让这些信任她的人失望了 公主被诬陷考试作弊 却临微不惧敢于站到台前直面此事 这让不少百姓对传闻中那骄纵吟设的公主改观了不少 此等好消息自然也传到了皇上的耳慰 皇上听后放声大笑 夸赞不愧是自己的女儿 遇见这种事就该勇敢站出来 而一直与太后不对付的公主立马开口 说公主能站出来当然是好事 只怕若当真做了弊 就不好收场了 皇上打断 说自己对女儿的品性最是清楚不过 就算交白卷也断不会做出此等偷鸡摸狗之事 太后面色有些怒意 心中暗骂皇上这一脉都是些卑鄙狡诈之人 公主能有什么品性 她借口说自己罚了要回宫 皇上则恭敬给她行李 而半路 她偷偷问嬷嬷 沈素素那边的事办得如何了 嬷嬷回话 说那公主府守卫森严 沈素素的答案没放进去 太后怒骂 说那沈素素简直是个废物 若不是看在其与公主关系清静 何至于用证人 她又吩咐嬷嬷在将那沈素素找来 她有事要吩咐 次日 大理寺门口已是人山人海 公主和国师竟一同出现 俊男靓女引得众人为官 有些口无遮拦的学子还议论着 若能娶到公主这般的美人 真是死而无憾了 国师听后有些吃醋 在夸公主貌美 她认为都是在基于自己的位置 公主奇怪 不明白国师说的是什么位置 只见国师缓缓凑近公主的脸 回答道 自然是驸马之位 公主顿时羞红了脸 而看到这一幕的学子们议论的更厉害了 猜想国师和公主之间的关系肯定不一般 这时 大理寺少卿板子一拍 大叫道肃静 说昨日公主报案 要求三司会审 严查贿赂考官 买卖尸体答案一事 随后 她便叫人立刻把嫌犯沈素素带上来 果不其然 沈素素刚被带上来 就开始跪在地上当着众人的面大叫着 求公主救她 说自己所做的一切都是听了公主的旨意 公主答应汇报她的 公主微微勾纯 居高临下地质问沈素素 可记得自己是何时何地告诉她按自己的旨意行事的吗 沈素素怯切切地说忘了 随后大理寺少卿拿出了一份答案 问沈素素所说的作弊答案可是自己手中这份 沈素素一看这就是太后给自己的那份 便承认说这纸上的每个字都是她抄的 她在心里盘算着 只要帮太后解决了公主 太子妃的位置就是她的 可下一秒 大理寺少卿却说她抄的这份答案 可与这次考试的试题并不匹配 沈素素顿时就愣住 大理寺少卿还把她的答案给围观的学子们看 确实对不上 沈素素一脸不敢置信 难不成太后给她的 是假答案吗 派地灵渊的好感度成功的到了100% 就在刚刚沈素素提供的答案 很快就被在场的人验证是假的 地灵渊也拿出了早就被换掉的试题 现在连国师地灵渊都说沈素素的那份试题是假的 大家这才意识到是误会了公主 当即跪下请求公主的原谅 苏木木明白大家都是寒窗苦读出来的学子 得知当朝公主作弊自然心中愤愤不平 所以连忙将人给扶了起来 只还是希望在发生这类事实 大家都能够理智吃瓜 苏木木第一次体会到当公主的快乐 被这么多男人围着吹捧有点飘飘然 而在地灵渊的眼中 她的苏木木好像正在发光 好感度直接就飙到了100% 苏木木有点惊讶 竟然发展得如此之快 智游却对此一点都不惊讶 要是苏木木再主动一点的话 说不定他俩孩子都能够打酱油了 沈素素见事情败露 在大理寺亲问责之时 直接就将太后给供了出来 声称这一切都是太后的意志 可没想到太后竟然早就料到了 事情败露沈素素会反咬一口 凝沉着脸盯着沈素素道 不知这位沈姑娘可曾听闻 污蔑皇族是何罪 这可是要诸九族的 沈姑娘污蔑完公主 难不成还想再反过来 攀咬哀家不成 沈素素怎么也没有想到 太后居然过河拆桥 还想说点什么去被苏木木给打断 你现在是撒谎也不打草稿了 本宫可是太后的亲孙女 哪有祖母会害自己孙女的 说完更是轻易地挽住了太后的手臂 笑眯着一双眼睛看着太后 是吧 太后娘娘 太后虽然厌恶 但还是顺着她的话 直到是世事 还真的是傻子 只怕是到现在还以为 哀家是全皇宫对她最好的人呢 可她不知道的是 苏木木只不过是不想 让她这么早掉马甲安逸 好戏还在后面 太后和蔼的吩咐 剩下的事就交给大理寺 让苏木木先送她回宫了 却在送太后回去的时候 遇到了前来官审的皇子团 太后正好就找这个机会 独自先回去了 苏木木刚走进房间 就看到自己的几个哥哥 正在看着一份试卷 脸上更是掩藏不住的笑 奈何自己身高不够 一直都抢不到 就在这时 腰被一双大手给拖了起来 苏木木顺势就一把 抢过了自己的试卷 四皇子哪敢再继续 只能眼睁睁地看着这两个人远去 苏木木的意地 牵着蒂灵渊的手 大摇大摆地走的 却还是忐忑地问蒂灵渊 她的字是不是真的很丑 蒂灵渊都不带迟疑的地 就说出了不愁两个字 身后三人一头地问好 惊得下巴都要掉了 实在是没想到 博师大人年纪轻轻眼睛就瞎了 就这样 苏木木被忽悠着 又上了蒂灵渊的马车 上了马车才反应过来 自己是有马车的 觉得两人现在都还没有公开 一直同行是会被人说闲话的 蒂灵渊确实听到了 他想公开这几个字 苏木木连忙捂住了蒂灵渊的嘴 我不是 我没有 你别瞎说呀 蒂灵渊宠意地拉下苏木木的手 好 我不瞎说 但是我又东西想给你看 一起去我府上可好 到了博师府 苏木木整个人就被震惊到了 蒂灵渊将他名下所有的财产 全部都摆在了他的面前 一把将人搂坐在了腿上 木木以为 这些作为聘礼如何